这个男人跪在大殿内 只因为被作者写死 晋王陈楚沛全家灭门 我最爱的漫画 男神被无良作者写死 女主气的吐槽作者 我的楚沛太可怜了吧 而且这种悲剧的死法 这样的结局我无法接受 混蛋了 于是今生第一次化身 暴躁键盘侠黄喷作者 结果我遭报应了 我穿成了漫画中 女主角陆明夜小时候 顿时生气又无语 这一定是作者 看了我的留言后肺都气炸了 连夜找巫师 被我下足够报复 害我穿成漫画女主角 等等 我现在漫画的世界这么说 我可以见到 我最喜欢的楚沛大人 那不是赚大发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人生果然是一副货相依啊 决定了 我要拯救楚沛大人 改变他被暴君灭明的结局 所以我第一步就是逃离陆家 陆明夜走在自家的庭院中 但是没想到的 已经饿得走不动了 好 感觉前胸都要贴后背了 我已经多久没吃过东西了 人住中陆明夜 是陆家不受待见的树女 从小就受尽白眼与欺凌 被吓人客扣穿用度更佳 更是家常便饭 这时陆明夜闻到香味 好香啊 回头一看 陆月清 陆家陆清月 瞬间脸飞了下去 陆月清双手插着腰 志气高昂的说道 小傻子 听说你已经几天没下床了 饿死了吧 我带了好吃的来哦 陆月清 站着自己是正妻独女的身份 耀武扬威 明夜从小受尽这扎女的霸凌 只能装成傻子来保命 好惨啊 吃不饱穿不暖 还被霸凌 还得装傻子保命 陆月清说道 吃吧 小傻子 旁边的侍女打开食盒 陆明夜装傻看着眼前的包子 刚准备伸手去拿包子 陆月清直接把上面的包子抽了出来 陆明夜看着发霉的包子 感叹道 哇 这不是宫斗剧中的冷宫 标配的发霉的馒头吗 陆月清阴险的说道 来 吃吧 侍女担心的问道 小姐这馒头都长毛了 不会吃死人吧 陆月清却不以为然 是傻子又不是人 傻子吃什么都不会死的 此时陆明夜脸色低沉笑着 对哦 我现在是在装傻子 如果我是傻子我会不错 陆明夜直接把发霉包子给他说道 傻子 别笑了 快吃了 陆明夜直接抓起一个包子 准备往嘴里塞 然而反手网路清阅杂取 呵呵 大包子 硬硬 硬硬 看着陆明夜头顶上的大包 哇 暴击百分之一百 这馒头比陆月清的头还铁 是大杀器啊 陆清月疼的哭了起来 好疼啊 我被傻子打了 臭傻子 臭傻子 侍女说道 小姐 你投起了个大包 陆明夜捡起包子 装傻喂给他吃 别哭别哭 吃包包 吃包包 陆月清被恶心的一把推开陆明夜 作呕了起来 恶心死我了 而陆明夜装傻的鼓掌起来 好吃 好吃 侍女担心的说道 小姐你会不会中毒啊 我得带你去看大夫 陆明夜大笑起来 笑死我了 中毒肯定不会 拉肚子就难说了 侍女抱起陆清月 陆清月生气地说道 臭傻子 你给我等着 我要叫父皇狠狠教训 陆明夜擦了擦鼻子 擦着腰说道 尽管来吧 我陆明夜现在可不是好欺负的 我是傻子 我怕谁 陆明夜捡起地下的香喷喷的包子 直接吃了起来 真好吃 肚子饿久了 什么都好吃 这时传来狗叫声 转头到一看 没想到是安安 安安是明夜捡回来的小狗 是他最要好的伙伴与心灵寄托 可惜在后面 被陆月清残忍地丢入水中淹死 安安你也吃一点吧 和我在一起 你也经常挨饿 我不会再由着他们欺负了 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 不过 他们再来欺负我们 一定要打回去 这时侍女跑来过来说道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捧着陆明夜的脸 担心地说道 我才离开一会儿 就听说你将月清小姐弄哭了 此人是阿宇 明夜的贴身侍女 是陆家唯一对明夜好的人 月清小姐肯定回去告状了 大夫人肯定会来算账的 就算你是傻子 大夫人肯定也不会放过你的 该怎么办 陆明夜手舞足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来吧来吧 阿宇一脸无奈 唉 也就只有你还能笑得出来 我可笑不出来 对了 阿宇还不知道我是装傻 哼 还敢找我麻烦 我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陆明夜和安安开心地玩耍了起来 传来一个声音 灭账 陆月清带着他娘亲过来撑腰 陆明夜看着他们一脸无奈 来得真快啊 陆明夜你好大的胆子 身为陆家的庶女 不懂尊卑次序 居然殴打敌女 陆月清瞬间挤出眼泪 硬喝说道 对啊对啊 我好心送肉包给明夜妹妹吃 她居然用肉包打我 陆明夜装傻笑道说 肉包子 打狗狗 肉包子 打狗狗 陆月清指着陆明夜咬牙切齿说道 娘 这傻子又骂我 你这孽障 不打个皮开肉战 迟早会无法无天 危害陆家 阿宇跪地磕头求饶 对不起夫人 明夜小姐就是个傻子 定是无心冒犯 要怪就怪我没看好小姐 要罚就罚我吧 大夫人一脚踢开阿宇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在我面前求情 陆明夜生气地握紧拳头 该死的疯婆娘 敢打我家阿宇 大夫人吼道 阿甘阿德 给我狠狠教训这傻子 阿宇一把抱住陆明夜 不可以 明夜小姐怎么说也是家主之女 大夫人怒吼 鬼知道是不是野种 给我拖走 侍卫一脚朝阿宇后背踢过去 大喊到放开手了 一把扯住阿宇的头发 滚一边去 陆明夜看着他们欺负阿宇 忍不住大声说道 住手 一人做事一人单 别欺负阿宇 此话一出 大夫人一脸惊讶 什么 你说什么 你们这几个人渣 我扔你们很久了 凭什么打我家阿宇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hello kitty啊 大夫人瞪打双眼 原来你不是傻子 我平日就瞧你不对劲 果然是在装傻充愣 来吧 我早就想收拾你了 他们看着陆明夜手中的冒火 震惊起来 娘 明夜手里冒火 这 这 这难道是 圣兽之力 这个世界上有五大圣兽 火凤 金虎 玄武 水龙 凤灵 五大圣兽拥有 控制金木水活土五行的力量 拥有强大圣兽之力的人 是各国争夺的对象 陆明夜微微一笑 虽然火凤之力还未开发 但打个火球出来 还是做得到 大夫人这才反应过来 大喊道 快 快抓住他 关进水牢里 陆明夜手中的火团越来越大 随后朝他们袭去 不要妨碍我 砰的一下 侍卫被击倒在地 现在轮到你们两个 娘俩害怕地抱在一起 别过来 你这疯子 快跑 想跑 没门 想跑 没门 陆明夜直接放出一团大火 堵住他们去路 大夫人和自家女儿抱团痛哭 熊熊烈火还在燃烧 大夫人说道 好大的火 出不去了 陆月卿哭诉着 娘亲救命啊 我不想死啊 陆明夜听完他们的话 大发慈悲地指了只狗洞 想出去 旁边有个小门 很适合大夫人和大小姐 此话一出 大夫人面目争议 怒吼道 狗屎啊 是不是狗洞吗 陆明夜直接放出一团火 不钻也行 想留在这里变成口猪吗 吓得母女俩立马钻狗洞 还不忘说道 你疯了吧 齐儿 快跑 大夫人爬到一半突然卡住了 陆月轻用力拉大夫人 一个小孩子能有多大的力气呢 陆明夜见状阴险地说 安安你来帮帮夫人吧 直接一口朝大夫人屁股要去 大夫人顿时痛夫连累 扑通地一下钻出了狗洞 还不忘放话 你给我等着 我这就去找家主来收拾你这个孽障 阿宇握着陆明夜的肩膀说道 小姐 原来你一直在装傻呀 陆明夜微微一笑 对啊 我只有装傻才能少受一点欺负 这也是为了自保 阿宇惭愧地说道 这么久来真是委屈你了 也怪我没能力好好保护小姐 陆明夜直接握住阿宇的手安慰说道 阿宇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漫画中 阿宇为了保护陆明夜 没少受大小姐与夫人欺负 我有烽火之力 以后谁也不敢欺负我们 阿宇担心地摇了摇头 可现在夫人知道你有火凤之力 这下大事不好了 这时陆明夜突然想起来 现在皇上在全国搜寻拥有圣兽之力的孩子 那些被带走的孩子 都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为了开发体内圣兽之力 每个孩子都被植入魔精 接受各种术法实验 可大多数孩子都因为无法承受术法的试炼 结果失去人性变成了畸形的怪物 只有仅有几个天选之人可以完成试炼 化身成为能力强大的圣兽 成为被国家操控的大杀器 援助中 陆家家主发现陆明夜身上的火凤之力后 立马将他卖给了朝廷 此后十余年 陆明夜接受了无比可怕血腥的术法实验 完全开发了圣兽兽 最终化身火凤 东城略的杀人无数 成为宣国的大杀器 这是陆明夜人生一切痛苦的开始 现在大夫人已经去通报家主了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抓到我了 阿宇 我要逃离这个家了 阿宇一脸不敢相信 你要离开陆家 是 我想去 国都 阿宇你和我一起离开吧 要是我不见了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到时候我就危险了 阿宇开心地流出了眼泪 好 我们一起离开 而且我也不放心小姐自己一个人上路 画面一转 陆明夜他们收拾好东西 从小门逃走 阿宇拉着陆明夜的手说道 我们往南边的森林里跑 沿着河一直走就可以到国都 我的姐姐阿宇 她在国都 她会照顾我们的 陆明夜一脸期待 国都 楚沛大人 我来了 什么 此人是陆家家主 陆伯赵 明夜那丫头 居然是圣兽之体 我们陆家要发达了 大夫人却不觉得 我呸 我和清儿差点被她烧死了 陆家倒了血眉 才生出这么一个孽障 得马上清理门户 赶出家门 陆家主 直接反手一个巴掌 你这个头发 常见是等得很高 你知道现在皇上 全天下收罗 拥有圣兽之力的海 只要将明夜 交给朝廷 不但有一笔赏金 还可以换取爵位 我们就发达了 大夫人颤抖地摸着 被打的脸 赶紧银河说道 对对对 明夜这丝 简直就是会下金蛋的鹅呀 家主阴险一笑 你赶紧带人 稳住明夜 我这就去见军手大人 不一会后 大夫人跑进来 慌张地说道 不好了家主 明夜那丫头不见了 给她跑了 此话一出 手中的杯子掉落 啪的一下碎了 生气大喊道 坏大事了呀 还不赶紧派人去追 全部都给我去追 一定要把明夜 给我抓回来 没过一会 众人往路明夜 逃跑的地方追去 如眼说道 家主有命 无论如何 都要抓住明夜小姐 她体内可是 寄宿着圣寿了 手下指了 指树枝上面的衣服部 徐哥 我发现小姐的行踪了 好急了 放狗去追 狗子嗅了嗅残留的衣物 直接刷的一下 朝路明夜他们方向找去 阿宇看着山下的人 不好了 小姐快走 陆家的人追来了 此话一出 刚吃到嘴里的食物 瞬间喷出来 这也来得太快了吧 直接起身赶紧跑 快一点小姐 不能被他们抓到 该死啊 怎么这么快就发现了 跑着跑着 突然发现有狗 糟了 是陆家的猎狗 猎狗凶狠地盯着 陆明夜他们 阿宇回头一看 独眼抱着手臂 明夜小姐 原来你在这里 可真让我们好找 陆明夜凌厉地看着他们 陆家的走狗慢 独眼得意地挥挥手说道 你怎么可以逃跑呢 你父亲现在可是 很伤心难过的 陆明夜大喊 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只老鳄鱼 是因为失去了 摇钱树而难 为了荣华富贵出卖女儿 这种人根本不配 做我的父亲 小姐 别跟我整这些废话 你就乖乖跟我回去吧 别逼我动粗啊 阿宇直接抽出小刀 对着他们说道 不要过来 我和小姐打死 也不会回陆家了 阿宇 你什么时候这么勇啊 不但拐走小姐 还敢对老子用刀 阿宇凶狠地说道 不要过来 不然我不客气了 刷地一下朝独眼席去 独眼轻轻松松躲开 直接握住他的手关 你算什么东西 不就是阁下等尖闭 在老子面前逞什么英雄 你放开我 独眼直接一捶 阿宇直接摔倒在地上 给爷爬 陆明夜惊恐喊道 阿宇 转头对陆明夜说 小姐还是老实点 跟我回去吧 阿宇颤抖着捡起石子 用力往独眼的头砸去 小罗罗说道 徐哥 雪 你流血了 阿宇一把抱住独眼的腿 大喊道 小姐快跑 快跑 独眼生气地捶阿宇 你娘的放开我 不要管我 快跑 小姐快跑 独眼直接抽出一把刀 X的 找死 一把朝阿宇后背刺去 陆明夜看着这一幕 眼泪瞬间流了出来 嘴里嘟囔着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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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熊熊烈火散发出来 陆明夜生气地说道 我要杀你 然而 陆明夜后面埋伏着一个人 荒荡地一下朝陆明夜杂去 踩着陆明夜的手 徐哥 这丫头可以徒手生火 真是可怕 这就是圣兽之力吗 真是稀罕啊 难怪可以卖个好价钱 陆明夜痛哭流泪 慢慢地朝阿宇爬去 阿宇 阿宇 不 不要死啊 阿宇 独眼一把揪住陆明夜的头发 小姐不想死的话 乖乖跟我回去吧 陆明夜不懈地朝他涂口水 嘿 就算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的 畜生 独眼看着脸上的口水 生气地掐着陆明夜的脖子 大喊道 你就是个任人宰割的庶女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嚣张的屁啊 看我不打你个半死不活 这时 有人朝独眼射了一箭 独眼被射中手腕痛叫起来 松开了手 陆明夜啪的一下摔倒在地 独眼生气地说道 是谁 别老子出来 哪来的野狗 也敢在本王面前 淫淫狂吠 放开那个女娲 楚沛大人 我不是在做梦吗 独眼一把拔出剑 咬牙切齿地说道 狗杂种 你敢偷袭老子 给我弄死他 哦 好大的口气 小喽喽朝楚沛大人戏去 楚沛大人直接抽出刀 哗啦地一下全部击杀 独眼见这一幕 生气起来 这么多人连一个回合都没撑 全是堆废 看老子的厉害 扑吃的一下 你以为他死了 不不不 他扑通地跪下磕头求饶 爷 别杀我 小的不知天高地厚 小的有眼无珠 饶了小的一条狗命吧 一把放回刀 感叹道 唉 又砍了些肮脏的东西 爷说的对 俺就是驮狗屎 不值得脏了爷的手 楚沛大人 直接朝女娲伸手做动 女娲 站得起来吗 明夜开心地 把手放了上去 楚沛大人 真的是你吗 此话一出 一脸震惊 怎么 你认识本王 独眼趁他们不注意 准备朝他们袭去 你爷爷的 我不过是演戏 这草包还真当真了 给老子死 危险 糟了 女主生气地 用圣兽之力朝他袭去 楚沛大人一脸震惊 圣兽之力 独眼头上着起了火 楚沛大人一脚回旋踢 独眼重重被踢开 一把刀抵住他的脖子 鼠辈 你惊人的无耻 真让我大开眼界 如此鼠辈 不配活在人间 独眼颤抖说道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等一下 楚沛大人 独眼以为小姐要救他 开心地流出来眼泪 明夜小姐 快救救我 怎么 你想为他求饶 他刚才可是想要你的命 我是绝对绝对不会饶了他的 楚沛大人 请收起你的剑 这个人杀了我唯一的嫁人 我要亲手报仇 这女娃 重情重义有血性 绅士不简单 直接收起刀 因为她也是被圣兽选中的孩子吗 这时想起来她的女儿 云儿 父亲父亲你看 我有圣兽之力哦 小姐 等等啊 阿宇不就是个下等地女 跟你不沾亲不带 雇佣不着这么生气吧 如果用生命保护我的阿宇 都不算家人 难道那个要抓女儿 交给官府的糟老头子 才算家人吗 这是家主的命令啊 我能有什么办法 而且皇上举全国之力 搜寻圣兽之子 此话一出 楚沛想起 皇上有命 纪云小姐身为圣兽之子 乃是镇国之宝 即日其接入宫中抚养 不 云儿不是什么镇国之宝 她只是我的家人 楚沛大人 还不接纸 楚沛大人颤抖的接纸 住口 伤害我的家人 都是我的死敌 楚沛大人看着这一女 不愧是圣兽之子 如眼被熊熊烈火燃烧 阿宇 你现在可以瞑目了 我已经为你复仇了 直接倒了下去 我的身体怎么了 完全使不出力气了 楚沛大人一把结果 看着明夜 想到 要是鱼儿还活着 她现在也就这么大了吧 楚沛大人吩咐到 将那位丫鬟小心收敛 带回去好好安葬 遵命 大人 三日后 明夜慢慢地睁开了眼 一脸震惊 这是哪里 我睡了多久 我不是在森林中吗 突然听到声音 往门口看去 这不是月笙和星木吗 一脸姨母笑看着他们 而且都还没长大 小小的好可爱 星木一脸无语 指着明夜说道 哥你看他一傻样呀 怕不是小傻子 月笙回答道 一看就是脑袋不太好的样子 是不是吃了什么奇奇怪怪的蘑菇 明夜听着他们的对话 生气起来 收回前沿 一点都不可爱 明夜突然想到 不行 想要留在这里 得和月笙和星木好好相处 随后装作一副可爱的样子 我的脑袋才没有问题呢 月笙思考了一下说道 听说吃了那种蘑菇后 脑袋上也会长出七彩蘑菇哦 此话一出 星木一脸兴奋朝明夜脑子抓去 真的吗 这么厉害啊 这一番举动 搞得明夜也一脸懵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 星木开心的在明夜脑袋翻来翻去 小傻子 让我看看你的脑袋长蘑菇没 明夜脑袋被他搞得疼得要死 星木随后又说道 嘿嘿 要是长蘑菇了 我就把你埋在土里浇 明夜顿时生气起来 直接朝星木手臂咬去 星木生气的朝他吼了起来 啊 你怎么咬人啊 明夜装作一副可怕的样子 口齿不清的说着就咬你 月生在一旁叹息 打去道 我家的小弟弟被小傻子咬了 这就是二傻子吗 此时 楚沛大人从门口走了进来 这时发现 两个小屁还在打架 画面一转 此人是管家福中 由于楚沛大人的到来 众人已经乖乖地坐了下来 明夜和星木也看对方不对眼 星木撑着下巴无语地说道 父亲 你为什么要带这个傻子回来 楚沛一脸无奈 他不叫傻子 他的名字叫 瞬间尴尬 立马问道 你的名字是什么 明夜乖巧地回答 明夜我已和陆家断绝关系 所以我就叫明夜 星木听他这么一说顿时不高兴了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是不是想成为我妹妹 我才不要你这种妹妹 我要我妹妹是阿云 不是你这个傻子 这时明夜才想起来 阿云是楚沛大人过世的女儿 她的身世与我很像 原漫画中 阿云也是拥有圣兽之力 被皇帝召入宫中 最终因为竖法实验失败 惨死在宫中 虽然皇帝赏赐了许多财物与封地 但那有什么用 女儿的死是楚沛一生的痛 楚沛大人一生都活在 自责与愧疚的伤痛之中 所以 我明夜来了 这一次由我来拯救楚沛大人 信誓旦旦地说道 对 我就是来成为你妹妹的 星木一脸不可思议 明夜只向楚沛大人说 楚沛大人 你来做我父亲吧 我要一直一直当你女儿 楚沛大人也一脸不可以思议 看向明夜 可云儿好像 整得俩兄弟们一脸猛 楚沛微微一笑 随后调整好状态 笑了起来 大哥月生必上思考了一下 哦吼 好直接 好大胆 这小傻子好像也不傻吗 而星木却很反感 不行 我不答应 我才不要 父亲 你不能听他的 好了 楚沛直接安抚星木 我们大家一起出去游玩吧 此话一出 大哥月生想到 自从阿云妹妹离开后 父亲就从未带我们出游过了 楚沛大人直接起身 吩咐福福中 准备马车 我要去南山 我这就去准备 画面一转 福中已经准备好马车 一旧一新 楚沛大人他们也走了出来 王爷 世子们坐这辆 明夜小姐坐后面那辆 明夜看着这破旧的马车 好小 好破 还有股怪怪的味道 星木一脸大笑 哦 这马车跟你一样傻乎乎的 福中出来解释道 明夜小姐 尊卑有别 招待规格也有 别非达官贵人 都是坐这种马车 楚沛淡笑 福中 你真的要让明夜 坐这种寒酸低级的马车吗 福中绕了绕头 王爷合一 刚才你没听见吗 他想成为本王之女呢 如果日后 他真的成为王女 那你就麻烦了 此话一出 福中恍然大悟 万分抱歉 是福中的疏忽失职 我马上去准备 与世子一样的马车 楚沛大人骑上了吧 准备去出发的路上 明夜和楚沛大人 他们来到了花海 一眼望去看不到镜头 蝴蝶翩翩起舞 好看极了 楚沛大人 这里是哪里 云间的花海 清空之下 自由生长的小花 开满了山间 随手摘了一朵花 朝明夜说到你也采一朵 献给你的侍女吧 阿宇 此时明夜想起了阿宇 眼泪瞬间流了出来 楚沛大人指了指前面 前日你昏迷之后 我派人将阿宇带回安葬 明夜把采摘的花 放了上去 此时无声胜有声 阿宇 对不起 我没能救到你 如果我们更强一点 你一定不会离开我 没忍住大哭起来 是我没用 我早该用圣兽之力救你的 楚沛大人蹲下安慰明夜 阿宇已经在此时安息了 不用这样勉强自己 你已经做得很好 你只是一个孩子 不该说这些话 也无需承担如此之度 明夜眼泪汪汪 可怜巴巴的 一把抱住明夜 所以你只需要像个孩子一样 想笑就笑 想哭就哭 想玩耍就玩耍 想撒娇就撒娇 其他知识不必考虑 我会处理的 明夜一脸崇拜地看着楚沛大人 楚沛大人 不愧是我的男神了 楚沛大人1YDS 心目看见这一幕 火冒三丈 父亲为何要抱那傻子 月生无所谓地回答 因为他哭了 大哥这一回答更让他暴跳如雷 我哭的时候父亲可没抱我呢 真是气人 月生想起他哭的时候样子 你哭起来满地打滚 鼻涕眼泪乱飞 换我也不抱你 过了一会 月生采摘了一些花 父亲大人 这花给你 楚沛大人一把结果 我去云儿墓前看看 你们在此游玩 孩儿知道了 父亲每次都是一个人去看云妹妹 从不允许我们一起去 恭送大人 众人看着他离去 心目立马指着明夜 喂 傻子 你刚才哭是装的吗 才不是 心目一脸挑衅 肯定是 我知道你是装的 明夜反驳 你知道什么 你什么都不知道 忍住 忍住 不能说脏话 心目不信 随后做出一副嘴脸 略略略 明夜看见他这个丑样子 瞬间笑了出来 心目不甘心 又做了一副鬼脸 明夜笑到肚子疼 你别做了 跟傻子一样 你才是傻子嘛 我就知道你在假哭 月生一脸无奈 嗯 还是我二弟看上去更像傻 真是太过分了 明明我还很难过 被你一弄我都不知道做什么表情了 打死你 心目一脸大笑 谁叫你骗人呢 心目坐着鬼脸 朝他拍屁股 打不到 打不到来追我呀 傻子 明夜直接生气 朝他追过去 给我站住 我要去和父亲说 你刚才是假哭 你现在笑得可开心呢 给我站住 追不到 追不到 突然踩空 惯性地朝下面滚下去 而明夜这边 反应过来 也杀不住 心目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一脸疑惑 这是哪里啊 突然 明夜也摔了下来 直接朝心目脑袋撞去 两人直接起了一个大包 心目生气地大喊道 你干嘛呀 疼死我了 这时传来土匪的声音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想要从此路过 留下买钱路 两人一脸无语地看着土匪 明夜说道 这山贼也太尬了吧 这老土的打劫口号 尬得我可以用脚趾扣出三十一听了 两个土匪一脸猛逼 搞什么 是两个小屁孩 哪来的爷小子 爷爱了爷的好事 滚一边玩去 月生听这话不乐意了 大胆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禁王府二世子 陈月生 明夜一脸无奈 笨蛋 跟山贼自爆家门 不是找死吗 土匪听完 两眼冒星光 发财了 你真的是王爷之子吗 月生瞬间自信起来 那当然 既然知道我是谁了 还不下跪 土匪直接把月生扛起来 月生惊慌失措 你们做什么 明夜见状直接使出圣寿之力 土匪可不给他机会 直接匡当朝他脑袋砸去 画面一转 两人被抓到山洞 直接把他们甩在地上 月生大叫起来 好疼 你们弄疼我了 快放开我 此人是山贼首领 六爷 月生见人没搭理他 更生气了 听见没有 放开我呀 明夜一脸担忧 别吵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土匪朝六爷说道 六爷 我们要发财了 我们将王爷的儿子绑来 六爷一听 吓得面目猙獰 王爷的儿子 对啊 禁王府的二世子 六爷顿时痛哭流泪 你小子疯了吧 王爷府的世子你都敢动 你有几个脑袋砍了 你要害死我们呢 手下弱弱地回答 一个呀 兄弟们 我平时是怎么教你们 手下回答道 想发财要先锋 一听这话感觉有毛病 但又一想还可以 大笑起来 没错 连王爷都敢惹 你小子已经了 疯得不轻了 看来我们这次要发财 发财 发财 王谷六 人称六爷 在原著漫画中 是一个神经兮兮的 是血山贼 没想到居然这么早 就遇见他了 月生大喊道 神经病啊你们 快放了我 我父亲会将你们 全部抓起来 六爷直接赏了月生 一个巴掌 闭嘴 臭小子 月生直接大哭起来 你敢打我 连我父亲都没有打过我 六爷不好意思地 绕头说道 各位殴打黄金国妻 该当何顺 黄头发直接做了 一个抹额头的动作 六爷你这不是废话吗 按律当斩 死罪一条 六爷哈哈大笑起来 太好了 我们现在我们是死路一条 要么发财 要么死 动一根这小子的手指头 给王爷送一刀 证明他傻儿子在五爷手上 不给钱就再多一根 管他是王爷还是天王老子 肯定方寸大乱 乖乖掏钱 好主意 六爷 月生大哭 不要 不要 土匪直接按住月生的手 明夜见状直接说道 你们准备要多少钱了 你们知道王爷有多有钱吗 是要少了不就亏了 六爷思考了一下 要多少钱来着 幸福来得太快了 我都还没细细品味 以前也没抓到过这么肥的肥鱼 明夜无奈 你说的数 六爷比划着 十万钱 不 百万钱 等等 五百万钱才行 明夜大笑 五百万你想笑死王爷吗 单单王府府库中一把七星宝宝 其中装饰的七颗宝石 就价值七百万钱 六爷一脸疑惑 你怎么知道王爷府库中有七星宝宝 你是什么人 这女娃看上去年纪小小 言语为何却是如此老成 黄毛回答道 不知道啊 顺手就拐来了 明夜一脸坏笑 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和你们是一条道上的 也是想发财的疯子 你们要赎金要多少才是个头呢 就算给你们五百万 你们搬得走吗 逃得掉吗 为什么不直接去王爷府库中 搬西式珍宝 六爷点了点头 有点道理 格局小了 明夜继续说道 我本来很快就能成为王爷之女了 还想着趁机从府库偷几件宝宝 只是没想到被你们坏了好事 明夜大喊道 你这个大坏蛋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明夜不搭理他继续说道 不过也不算晚 这次还有转机 六爷凑近说道 哦 小妹妹 你有什么打算 你们两个人给我看住这小子 其余的人给我袭击进王府 知道了 六爷一把刀抵住明夜 过了一会 明夜指着前面说道 翻过前面的山头 王府就在山下 随后众人走了过去 楚沛此时正在跪下云儿碑前 楚沛大人想起来自己的女儿 六爷看着前面说道 这里居然有个坟头 属下也说道 六爷 那坟头上有个人 此时楚沛也感觉旁边有人 明夜趁楚沛有所发解 直接使出火凤之力 六爷看着眼前的一团火 吓得立马后退 明夜趁机朝楚沛大人方向跑去 楚沛大人 小贱人 敢耍爷 找死 随后朝明夜袭去 明夜看着后面的雷电 这时 楚沛大人世界抽出刀 以十万八千里的速度 扛明夜等去 轰的一盏 炸开 楚沛大人把明夜护在怀里 楚沛大人生气地说道 谁允许你们踏入这片墓园 六爷一听这话 感觉自己被骗 顿时生气起来 画面来到月笙这边 两土匪正在玩弄月笙 月笙生气大喊 放开我 我父亲会来打死你们 土匪听完感觉就是个笑话 哈哈哈哈 那我也是你爹爹 叫爹爹 傻孩子啊 你被骗了我才是你爹 拿开你们的爪子 我咬你们啊 这时传来声音 二位 我弟弟好玩吗 哪来的也小子 是什么人 星木微笑说道 二位是耳朵不好 还是脑子不好 我不是说了是我弟弟 阴阳怪气的小子 又是一只肥羊 快抓起来 肯定老之前了 突然星木说道 啊 地上有张万两银票 是你们谁丢的吗 两土匪瞬间打成一团 是老子的 刷刷的几下 两土匪瞬间死跳跳 咔嚓一下砍断绳子 月笙开心地说道 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没见到你们便寻找 好在发现了记号 月笙一脸疑惑 记号 什么记号 星木拿出烧过的树枝 我一路追寻这些 被烧过的树枝过来的 这记号是谁弄的呀 只有一种可能是 拥有火缝之力的名义 刻意留下的记号 月笙不信 我才不信他有这么好心 我们都被名义骗了 他不是好人 他带着坏人们去找父亲 星木闭上眼睛说道 都去找父亲了 那完蛋了 月笙听完立马转身 是啊 完蛋了 我们快去救父亲 星木一把拉住月笙 坏笑道 我说要完蛋的那些人是坏人 摸了木月笙的脑袋 阿弟放心 我们父亲可是人送大宣杀神 那些坏人肯定会毁得长死都轻啊 上一集说道 明夜把山贼引到楚沛大人这里 楚沛大人一刀下去 众人全部瘫倒在地 山贼老大生气的咬牙切齿 我的人居然被他斩杀殆尽 大吼起来 这怎么可能这么多人居然打不过一个到底哪里出错 完全不对 这样下去我不就变成孤寡老人了 楚沛大人用刀指着他说 别叫了 现在轮到你了 阴阳人 山贼老大被阴阳人三字气的面色猙獰 狂奔朝他袭去 嘴里大喊着 杀了你 楚沛大人一刀下去 山贼大人看着胸口滋滋冒雪 扑得口吐下雪 扑得一下倒在地 随后楚沛大人帅气的收起剑 明夜瞬间化成小迷妹 太好了 楚沛大人 楚沛大人蹲下抚摸明夜的头 你没事吧 那些贼人有没有欺负你 明夜慌张地抓着楚沛大人说 我没事 可是月升还在他们手上 此话一出 楚沛大人瞪大双孔 月升 明夜掉头就要带楚沛大人去 我和月升玩的时候被这些山贼捉住了 他们将月升抓为人质 想以此要挟你 我们快点去救他 楚沛大人一把抓住明夜 等等 太危险了 你留在这里 我去救月升 这是传来声音 父亲 父亲 转头一看 月升和星木朝这里跑来 明夜开心地朝月升说道 月升 你没事了呀 月升生生气地看着他 一把推开明夜 走开 然后站在父亲面前低头像个犯错了的孩子 楚沛大人一把抱住月升 月升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委屈 月升回答道 有啊 有啊 我还被他们打了可疼啊 这都是明夜害的 我才会被山贼抓住 明夜生气反驳 这能怪我 要不是你自爆家门 人家本来都懒得理我们 说完两人就打了起来 互对起来 楚沛大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看着他们心情愉悦起来 这时 星木把烧过的树枝给楚沛大人 楚沛大人看着树枝问道 这是什么 为何有烧过的痕迹 月升解释说道 这是明夜暗中留下的记号 我是一路追随着记号 才就出月升的 听说是明夜故意迎走了山贼 才救下差点被剁手的月升 楚沛暗自想 不愧是圣兽之子 有勇有谋 临危不乱 随后询问星木 你可遇到危险 星木行李回答道 多亏父亲平日教授的剑术 赢得相当轻松 楚沛欣慰地搭上星木的肩膀说道 干得好星木 身为哥哥的时候 你比任何人都强 得到父亲的认可 星木开心地笑了起来 随后 牵着星木和月升走说道 再打就天黑了 你们也饿了吧 回去吃点好的吧 月升说道 不要给他吃饭 他是个大坏蛋 明夜反驳 你吃多了也是支个草包饭桶 画面来到吃饭时间 月升直接端起两个菜流口水 这些好吃的都是我的了 明夜一把抓住他 要端着鸡肉手大喊道 喂 你这样我吃什么 这些都是我的 月升嘟着嘴巴说 你谁啊 我不认识你 走开 走开 一家人和乐融融 星木开心地看向父亲 自从云妹离开之后 好久都没这么热闹过了 楚沛大人听完 若有所思地思考着什么 而这边 月升土舌头朝明夜说道 哎嘿 就不给你吃 明夜生气地掐着他的脸 哎呀呀呀呀 恶心死我了 楚沛大人看着这一幕 不禁笑了起来 直接趴掌说道 好 我决定了 打架的两人听见楚沛说话 也停住了动作 看向他 楚沛大人朝明夜伸手说道 明夜 做我的女儿 随我姓陈 明夜看着楚沛大人 瞬间开心起来 真的吗 我要成为楚沛大人的女儿吗 那我一直住在这里吗 心里暗暗想 我的梦想成真了 我可以陪伴在楚沛大人身边了 月升听闻连忙大喊不要 明夜直接拿起鸡腿 堵住心目的嘴巴 又塞一个鸡腿得意地说道 别说话 吃鸡腿 多吃点 楚沛大人和心目尴尬地 看着这一幕 到了晚上 明夜躺在床上回想 楚沛大人的女儿 我不是在做梦吧 随后侧躺 楚沛大人 晚安 过了一会 明夜进入梦乡 明夜发现自己在一个 自己不不知道地方四处环顾 这是发现楚沛大人死了 这是男人漫步朝他走来 你以为成为晋王之女 你就能躲过死地 晋王一家已经被我灭了 现在轮到你了 明夜一脸震惊地看着他 陈辉明 随后陈辉明像恶魔一般 朝明夜抬去 去死吧 明夜吓得从梦中惊醒 左辜右盼 原来是梦 扶着额头想到 最近发生太多的事情 我都快忘记了 这个世界真正的主角 暴君陈辉明 十年后 明王陈辉明意外成为大宣皇帝 登基之后 陈辉明对内滥尸酷刑滥杀无辜 对外攻城略地疯狂用武 忠诚一代暴君 明夜想起来就崩溃 他就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才狂喷作者 然后穿越到漫画之中 明夜拿出手数了数 现在是大宣景地 十九年 还有十年陈辉明就会登基为敌 我必须在悲剧发生之前 阻止陈辉明成为暴君 我陈明夜对天发誓 一定会驯服暴君 守护家人 到了另一天早上 楚沛大人正在教越生他们练剑 抬起他的手腕说道 手臂抬着 不能松懈 这边明夜开心朝楚沛招手 楚沛大人 楚沛见他还喊自己 楚沛大人于是便问道 嗯 你叫我什么 明夜尴尬地摸着后脑勺笑道 父亲大人 月生文言生气地朝他说道 吵死了 我们正在练剑呢 楚沛蹲下询问 怎么了 小明夜 我想入太学府学习 此话一出 楚沛一阵 你想进攻 明夜坚定地说道 对 楚沛一口否决 不行 你不能进攻 你拥有圣兽之力 我不能再失去一个女儿了 明夜直接跪下说 我绝对不会被人发现 拥有圣兽之力的 而且我进攻学习 是为了救父亲大人 如果我不去阻止 我们全部都会惨死 楚沛文言一阵 救我 为何 再者 为何我们都会惨死 月生和星目文言 也停下手中的动作 看过去 明夜想了想 没办法 看来只能剧透了 开口说道 因为十年后 陈辉明将登基 并成为暴君 而我们将被他屠杀灭闻 楚沛听完尴尬说道 你刚才说什么吗 为何我听不懂你的言语 月生一脸嘲笑 他肯定都偷吃了毒蘑菇 把脑袋吃傻了 我就说他是傻子吗 星目也说道 嗯 与其说是言语 不如说是怪异身影 明夜听他们说完一脸震惊 为什么会听不懂 于是继续说道 我说的是 未来陈辉明会成为皇帝 并下只将我们都杀了 楚沛尴尬的潮心目说道 我还是听不懂 孩儿一样不懂 明夜不解 为什么会听不懂 是因为我剧透 这个事情的未来发展 月生直接推明夜说道 父亲赶紧把这个傻子 赶出王子 等他头上长出蘑菇就完了 他会传染我们 明夜生气地说道 别推我 我才没吃毒蘑菇 我正在说重要的事情 话音刚落 楚沛说道 现在的话又听懂了 这是明夜才反应过来 我明白了 难道只要我透露 这个世界角色未来 声音就会被屏蔽 好 我最后再试试 大喊 陈辉明幽会成为暴君 并下指将近王全家灭门 又听不懂啊 心目思考一下 说道也许明夜妹妹 真的吃了奇怪的毒母 得了奇怪的义饼 才会发出如此怪异声音 明夜生气反驳 我没有 我没吃 别乱说呀 果然透剧是不行的 他们完全听不懂 明夜转头就抱着楚沛说道 求求你了 好不好吗 楚沛看着如此可爱的明夜 老脸不惊一红 上一集说到明夜 抱着楚沛的腿撒娇 楚沛摸着明夜的头说道 我可以答应你任何事 无论你想要什么 我都愿意给你 真的吗 进宫是除外 明月还想争取 父亲大人 楚沛直接打断他 这是到此为止吧 明夜 此后不要再提进宫之事了 月生在一旁大笑 哈哈哈哈 父亲都发话了 看来你永远别想进宫了 这时 月生突然发现明夜哭了起 连忙摆手慌张说道 别哭别哭 你哭了就不好玩了 过了一会 明夜伤心地蹲在河边 怎么办呢 要是进不了宫 我就无法阻止灰明变成暴君 这时河面映出了两个人影 月生微笑道 你可真会躲呀 害我们不好找也不来吃饭 难道饿了想抓青蛙吃 明夜生气地看着他 心目直接递给他一个肉包 饿了吧 我不想吃 月生直接一把夺过包子 我来 直接一把往他嘴里塞 就算再不开心 也要吃饭了 随后一把拉起明夜 心目说道今夜街市有庆典活动 我们去看看吧 月生迎合道 走了走了 抓青蛙多无聊 我们去外面玩好玩的 过了一会来到街市 明夜看着街市 好热闹啊 什么庆典活动 这不就是现实世界中的夜市吗 完全没差别啊 月生直接朝里面跑去 好吃的好玩的 我来了 而心目和明夜坐在亭下 吃着棉花糖 明夜开口说道 大哥我真的无法进宫上学吗 明夜 不要怨恨父亲 如果再次因为圣兽之力 而失去女儿 她真的无法成熟 只要我不用圣兽之力 就不会被人发现了 心目说道 当初父亲也告诫过于妹妹 不要使用圣兽了 但是你能保证 绝对不会使用圣兽之力吗 即使忍无可忍 即使被逼到绝境 也不去使用 明夜一脸沮丧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希望我最喜欢的储备大人 有个幸福的结局 所以啊 只有解开父亲的心结 你才有进宫学习的可能 这时明夜想到 父亲大人将我当成云妹妹 所以害怕会在宫中遇到危险 但是我要告诉父亲大人 我是我 我是明夜 我可以保护好自己 心目问道 那你要怎么做 明夜瞬间沮丧了 我也还没想到 这时心目说 我倒是有一个方法 夜深直接开心地摇着她 告诉我告诉我 父亲之前在军中时 有位好友是开发圣兽之力的 圣兽之力通过术法开发 可以修炼出无限可能 如果你能熟练地隐藏圣兽之力 做到即可暗中使用 又不会被人发现 一定可以打消父亲大人的顾虑 举个例子 修炼之后 你可以暗中点亮这个灯笼 而不是放火烧掉这个灯笼 这样不会被人发现 使用圣兽之力了 明月瞬间反应过来 对了 隐藏圣兽之力 我怎么忘记了 在原著中圣兽之子 通过术法开发后 圣兽之力用的术法也千变万化 不但可以化身胜兽 还可以控制五行元素 可不仅仅是放个火 随后开口说道 这个方法说不定可以哦 随后握住心目的手 谢谢你大哥 你是我最好的大哥 是吗 父亲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没能守护好云妹妹 如果可以变得更强大一些 如果能保护好妹妹父亲 就不会如此痛苦了吧 都是我没用 没有保护好妹妹 才让父亲如此痛苦 明月插着腰说道 我决定了 等下回去我就去找父亲 我一定要证明给他看 我可以隐藏圣兽之力 我能保护好自己 心目看着明月欣慰起来 他果然和于妹妹不一样 月生吃着小串说道 喂喂喂 你们还待在这里做什么 一起快来玩啊 我一个人都玩不过来了 说完就直接拉起明月的手 跑了起来 快点 快点 随后来到一个卖面具的小摊 直接拿起一个面具给大哥戴上 一眼看过去 月生和明月直接大笑起来 接着一起哭 一起套娃娃 月生和明月抱着娃娃 开心的大笑起来 明月抱着玩具 朝月生说道 我赢了好多娃娃 月生开心的说 嘿嘿 但我赢得更多 这时一群马闯了进来 大喊 通通让开 通通回避 为首的小孩嚣张的说道 啊哈哈哈哈 真是一群乱窜的老鼠 而这时 明月就站在路中间 月生大喊 明月威胁 明月顿时惊 侍从直接拉上沙马 月生直接一把扑向明月 光荡一下摔倒在地 明月询问道 月生 你没事吧 你才没事吧 你在路中间发什么呆啊 小屁还生气的说 混账东西 你们这两只不长眼的老鼠 差点颠死本王了 明月一震 他是 五皇子陈月瑞 原著中他从小就霸凌男主角灰明 因此造成了灰明性格的拧曲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 五皇子大喊道 见到本王作家为什么不 别人都走开了 就你瞎了 是不是想加害本王 明月反驳 庆典活动人这么多 你还起码乱冲乱撞 有没有功德行呢 看把大家害的 五皇子生气的拽紧鞭子 你这只臭狗吃蟑螂的老鼠 也可以叫本王做事 想吃鞭子吗 还不给本王跪下 明月生气的握紧拳头 好想当时打死这个没家教的臭小子 不行 不能使用火风之力 要是被发现一切都完了 月生挡在明月面前说道 助手 陈月瑞 别欺负我妹妹 原来是月生你啊 你妹妹不是没了吗 哪里又冒出一个 月生说道 你懂什么 我才懒得告诉你 陈月瑞 有本事我们单手 别欺负我妹妹 五皇子直接把鞭子一扔 来呀来呀 谁怕谁 这时侍卫大 助手 月内月瑞大人乃是圣上皇子 你不过是王府世子 岂敢对皇子动手 月生一脸疑惑 不可以单挑吗 不然这时 五皇子一锤打上月生脸上 凌狠的说道 打中了 哈哈 我赢了 月生生气的就要朝他打去 baby 你耍赖 刚才的不算 我要打死你 这时一只手拉住月生 大哥说道 给我回去 不得无礼 月生大喊 哥 是他先不讲道理的 刚才还差点伤了农业 大哥朝月生眨眼 好了 不要着急 我会处理他 随后拜见五皇子 家弟家妹 刚才无礼 还请多多赎罪 五皇子嚣张的说道 终于有个说话事儿的了 你弟弟妹妹刚才差点撞翻我 这可真是天大的罪物 我回去一定会禀报父亲原家管教 听完掉头就走 算你识相 以后叫你弟弟妹妹老实力 别再挡短王的道 是 五皇子 明夜他们看着五皇子 陈月瑞离去 月生指着他们说 大哥 你干嘛对他们那么客气 难道我们就白白受欺负 大哥阴险一笑 呵呵 谁也别想欺负我的家人后 就这么一走了之 我要让这次小子哭爹喊娘 屁不尿流声不如死 明夜听闻一脸惊恐 这 大哥变腹黑了 月生听完一脸高兴 哦 大哥想到什么好主意了吗 随后画面来到麦唐人这 一位小孩正在等待着唐 突然传来一声 走开 随后一只手把他拽开 孩子抱着父亲大哭 大人指着他们大骂 你们有毛病吧 是我们先来的 护卫听完凶狠地拔开刀 威胁道 你说什么 两人被吓得惊掉下来 围观的众人和那父子俩 一溜烟逃跑 五皇子对着麦唐老人 强势地说道 为老头 给我捏个孙猴子 老人被吓一跳 赶忙说好 这时 大哥突然出现在护卫身后 喊他 而这边 月生也过来喊五皇子 而躲在一旁的明夜 伸出头看情况 准备时机而动 劝他们不注意 偷偷跑到五皇子身后 拿出包药 倒入他吃的雪糕里面 随后又拿刷子 在凳子上刷上浇水 一系列动作搞完 好月生 事宜一切OK了 月生连忙掉头就走 不跟你说了 大哥见弟弟走了 也连忙行李告退 护卫一脸疑惑看着他 而这边 五皇子一屁股坐在了 涂满浇水的凳子上 还吃上了雪糕 催促道 喂 好了没 老人吓得连忙加快动作 快了 马上就好了 五皇子一口 接一口就吃着 随后一个帅气的孙悟空 就做好了 五皇子伸手去拿 突然手一震 一脸难受 捂住肚子说道 啊 肚子怎么突然好难受 凌厉的朝护卫说道 快 快带我进如厕 我肚子好难受 结果一起身 发现自己起不来 裤子被粘住了 护卫健壮连忙去帮忙 五皇子 由于肚子痛 一点耐心都没有 大喊 快点啊 我已经受不了了 护卫双手抓住凳子 用力扯 却发现您的死死 弄不下来 五皇子怒吼道 那还不快点想办法 你是废物 这时 护卫想到一个办法 要不把裤子脱了吧 五皇子直接一锤 放屁 我要是光着屁股 在夜市中走吗 你找死啊 随后扑的一下 放了一个臭死人的屁 顿时面色猙獰 不行了 不行了 快带我去 没人的地方 护卫直接一把扛起五皇子 朝没人的地方奔去 这时一只手 朝他们扔了一个西瓜皮 护卫直接一脚踩了上去 一滑 扑通的摔倒在地 此时五皇子气得 只想杀人 扑的一下 又放了一个臭炸天的皮 救命啊 我的肚子快爆炸了 要出来了 护卫慌张的说道 还是脱掉裤子吧 不然真来不及了 五皇子此时也生无可恋 我脱就是了 你也脱裤子给我 护卫顿时痛哭流泪 我 我也要脱呀 随后五皇子穿了 护卫的裤子 人在一旁哈哈大笑 真的是太好笑了 我已经笑得不行了 我就说了 会屁滚尿流声不如死 哈哈哈哈活该 楚沛大人此时 正在焦急地等待 明夜他们 生出一丝愧疚 白天 是不是对你也太严厉 回想起那么绝情地拒绝他 连忙问扶博 明夜该不会就此 离家出走吧 扶博无奈叹了一口气 说道 王爷 我刚和您说了 明夜小姐和世子们 去逛街市庆里 现在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见扶博这样说 楚沛也只能等待 过了一会 楚沛看见三人回来了 还是手拉手笑得很是开心 仔细一想 发现很久没见到 心目月生笑得这么开心 大哥心目朝父亲行礼说道 父亲 我们回来了 明夜直接拿出面具 朝父亲说道 我带了好玩面具给你 楚沛一脸幸福的结果 明夜说道 父亲 我有话想和你说 而这时月生一脸凑过来说道 说啥 说啥 我也听听 大哥直接一把拉走月生 与你无关 别在这瞎闹了 进去了 哥 别拉我 我很好奇 等他们走后 明夜拍着胸脯说道 父亲 虽然我也拥有圣兽之力 但我是我 我和纪云妹妹不一样 我要好好修炼圣兽之力 学会保护自己 不会让悲剧再次发生 楚沛一脸吃惊 你要修炼圣兽之力 是 我知道父亲有位好友 会开发圣兽之力的术法 你怎么知道的 谁告诉你的 明夜一脸尴尬地说道 不是大哥 是我 刚说完就发现自己自爆了 楚沛听完顿时生气 心目这臭小子 而这边的心目打了一个喷嚏 这是怎么了 父亲 我知道你现在还无法决定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我一定要让父亲相信我 可以保护好自己 楚沛一脸温柔地摸着明夜 不用了 你是我的女儿 我当然相信 明日我便带你去见那个人 明夜兴奋地抱住明夜 谢谢父亲 我太开心了 此时楚沛感觉幸福之爆满 看来是我错了 他并非云儿 必非云儿的代替品 第二天 来到山中茅屋 楚沛牵着明夜来到茅屋房前 我们到了 明夜看见这环境 一脸赞叹 哇 这里一看 就像有高人隐居 楚沛光当地几下敲门 这是吱嘎吱嘎打开 男人问道 是谁 此人是隐士 徐长庚 楚沛朝他开心地打了一个招呼 是我 徐长庚见他顿时生气 立马把人关上 请回 楚沛立马握住门组组关上 尴尬地说道 我话都没说呢 别这么绝情 我们可是出生入死的挚友 徐长庚满脸怒气 子子 见到你准备好事 你这家伙一遇到搞不定棘手的事情 就来骚扰我 就拜托你一件小事而已 明月一脸花痴地看着徐长庚 原来是长庚大人 年轻的时候 长庚大人与楚沛大人 是军中的战役 虽然表面吵吵闹闹 但两人的情意 却真诚且牢固的 长庚才不会着他的党 别骗人了 每次都说是小事 结果不是诡秘的巫秘书 就是变异的妖兽 要么就是抗洪救灾 差点小命不搞 别来烦我了 楚沛赶紧解释 这次不一样 是我女儿想麻烦你 此话一出 长庚更生气了 还真是恬不知耻 竟然借女儿之名来骗 这时一只小手 突然抓住长庚的衣服 父亲没有骗人 真的是我来求您帮忙 徐长庚一惊 你是楚沛的女儿 我叫陈明夜 徐长庚见到这么可爱的女娃娃 小脸不禁一红 楚沛一把抱住明夜 可爱吧 真的是我的女儿 徐长庚直接掉头说道 看在你女儿的份上 进来吧 楚沛兴奋地说道 还是你厉害啊 平时这家伙可没这么好说话 哈哈 真的是因为我吗 来到后院 楚沛大人说道 长庚 请教授我女儿 使用圣兽之力的技法吧 长庚气得大吼 你还有脸说这话 你明知道要掌握圣兽之力 需先使用极为残忍的 术法开发身体 楚沛认真的说道 我知道 可只有掌握圣兽之力 我女儿才能保护自己 明夜也说道 我也知道的 我不怕 陈长庚脸色暗伤 可是我怕呀 十年前 由于术法开发 中途死掉了七个孩子 男人指着陈长庚怒吼道 皇上勃然动怒 再失败我们都别想活了 马上将剩下的四个实验品 带来开发 喂 长庚 你听见没有 还不去带实验品来 陈长庚生气地朝他捶去 男人摸着被打的脸大喊 混账东西 你发什么疯 你想造反吗 陈长庚生气地说道 他们活生生的人 不是实验品 不是一个数字 这不是失败 这是在杀人 男人怒对 放你的狗屁 你小子活得不耐烦吧 陈长庚掉头就走 要死就死吧 反正这种事我不干了 多亏了晋王的楚沛大人 替我开脱求情 我才能活着离开军队 要不是为了还人情 我才不陪你做这些疯狂之事 陈长庚严肃地说道 无论多疯狂之事 我都拿命陪你 可开发圣兽之力除外 所以请回吧 楚沛大人 此时恕难同命 明夜抓住陈长庚的衣服 麦蒙说道 长庚大人 是我求你 不可以吗 陈长庚根本抵挡不住 这么可爱的你 但是为了不再有人 因为术法开发而死去 坚决地说道 不可以 谁来都不可以 明夜一脸落寞 即使今天不答应 我明天还会来的 我一定会让长庚大人 回心转意的 这时 楚沛把手放在明夜肩上说道 不对 我们不回去了 如果你不答应我 我们就不走了 我就住在这里 一直等到你答应为止 长庚直接生气大吼 堂堂王爷 居然如此不要脸 而楚沛直接无视他 朝明夜说道 不过这里太简陋 不够我们住 我这就怕人家盖一排屋子 明夜开心地应贺 对啊对啊 我们将月笙和星木 也接来一起住吧 这里有竹林 全都砍来造房子吧 在后面听他们讲话的 陈长庚气得头都快炸 直接朝他大吼 你够了 你想逼疯我吗 明夜和楚沛在一旁偷笑 计划得逞 陈长庚此时心情复杂地要死 你这温神 赶紧给我回去 把女儿留下 明夜一脸兴奋 你答应了 长庚大人 开发的术法会非常痛苦 你做好心理准备 明月一早开始 知道了 楚沛摸着明夜的头说道 如果真的无法忍受就回家吧 你已经很勇敢了 明夜乖巧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 陈长庚朝明夜说道 盘膝坐好 五星向天 所谓五星 就是双手星 双脚星 头星 五星向天接引天地元气的姿势 吞下这颗丹药 吞服丹药 你的身体将彻底放松 进入冥想境界 而我会将元灵之气 灌入你的百穴内 灌入之后 元气持枪反复冲刷经脉 碎炼肉体 最终汇聚丹田 这个过程极其痛苦 很多圣兽之子 连这第一关都无法承受 七窍流血暴毙而亡 而整准备吃丹药的明夜顿时停 这也太大了 而且陈长庚以为明夜怕痛苦说道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我见过楚沛大人 失去爱你师母样 我绝不想再看见第二次 所以昨日我才会拒绝你们 总而言之一句话 服下丹药之后 你可能会死在这里 明夜坚定地说道 不 我不会死的 我会一直当父亲的女儿 这是早已注定好的秘密 随后直接服下丹药 陈长庚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既然如此 开始吧 既然如此 开始吧 灌入元灵之气之后 然而本该痛苦的明夜 却觉得丹田暖轰轰的 好舒服啊 好似不断有一股真气 在周身游走 又汇聚于丹田 难道这就是圣兽之力 感觉身体焕然一新 充满力量 此时陈长庚一脸疑惑 他竟然没有痛感 在开发术法中 不但毫无痛苦 还如鱼得水般地自在舒适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真不简单 难道这就是天选之子吗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明夜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陈长庚说道 来 试一下 随后明夜运转 全身元灵之气 一脸惊讶 这就是圣兽之力吗 陈长庚笑道 你的身体与圣兽之力极度亲和 毫无排斥 极为罕见 你的资质万中无一 明夜一脸兴奋 原来我这么厉害 长庚直接握住明夜的手说道 隐气入体仅仅是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 还要继续开发你的圣兽之力 做好准备 圣兽之力可不仅仅是隔空点灯 还能有千变万化的用法 明夜一脸开心 他已经等不及了 一月后 经过一个月的圣兽之力的开发 明夜已经可以隔空点灯了 当灯还差最后一个点着时 明夜发现 不行 如果我轻松点了所有灯了 就会显得我的圣兽之力太强 父亲一定又会担忧的 不能将真正的实力展现出来 随后装作一副不行的样子 最后一个灯没有变化 满头大汗的说道 哎 真可惜 最后一个灯梦没点燃 楚沛蹲下替明夜擦汗 才一个月能做到这样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跟我回家吧 转头握着陈长庚的手臂说道 多谢了 长庚 长庚直接生气的拍开他 少来这套 赶紧回去 你以后别再来了 我不会开门 当然 你女儿除外 明夜开心地拉着长庚的手说道 我一定会回来的 师父 随后 楚沛带着明夜骑马离开 明夜朝楚沛说道 父亲大人 我已经可以隐藏圣兽之力了 这下可以进宫了吧 当然可以 明夜一脸慈母笑 终于可以见到陈辉明了 我一定会驯服你这个未来暴决 在皇宫冷宫中 五皇子拿着鞭炮 一脸邪笑 朝陈辉明说道 六弟 我去庆典街市买了好多豹主 来陪我玩吧 说着就点燃豹主 直接朝陈辉明丢去 霹雳啪啦响 陈辉明被弄伤许多 五皇子越扔越上瘾 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别躲了 来玩吧 陈辉明被豹主弄伤摔倒在地 五皇子见他倒下 邪恶地笑道 谁让你躺下了 我还没玩够呢 陈辉明生气地看着他 又来 抬手一挡 没想到豹主朝五皇子飞去 劈啪地一声响 头上着火了 护卫看到一脸着急 着 着火了 护卫连忙拍打火 五皇子大哭 好疼 好疼 过了一会 火终于被灭了 头发直接炸毛 陈辉明轻喝一笑 这可把刚受伤的五皇子惹怒了 哎呀 你还敢笑 你这只冷宫的上家狗 胆敢笑话本王 给我按住他 下一秒 陈辉明被紧紧按压在地 五皇子直接就是拳打脚踢 你继续笑了 来呀 笑啊 陈辉明被揍得满身是伤 却不能反驳 随后五皇子掉头就走 六弟 我下次还会来找你玩的 好好等着吧 哈哈哈哈 五皇子生气看着他 拽紧拳口 几天之后 楚沛带他们来参加端阳庆典 明烈看着庞大的皇宫感叹堂 这里就是陈辉明居住的皇宫 果然好气派啊 不过他现在还住在冷宫里受苦呢 明烈问楚沛 父亲大人 今日我们进宫是做什么呀 今日宫中会举办端阳庆典 皇亲国妻都将入宫 向圣上与太后朝贺 此话一出明烈一惊 端阳庆典 在原著漫画中 辉明就在端阳庆典上中毒 幕后凶手就是五皇子 月瑞的母亲 景妃 辉明虽然没有被毒死 可毒素却永久残留在他体内部 断折磨着他 使他性情大变 这次中毒就是辉明成为暴君的转折 绝不能让辉明中毒 我得去救他 这边 五佩朝心目说道 宫中人多且杂 明烈第一次进宫 你要看好他 月生凑近用手撑大眼睛说道 父亲放心 还有我 我会死死盯好这土妹子 下一秒明烈 一转眼就不见了 楚沛一脸无奈 这孩子 大哥直接掉头就要去寻找明烈 朝父亲说道 父亲请放心 我马上去明烈 月生在后面大喊 大哥 等等我 过了一会 庆典正式开始 太后抬手说道 上玉丸田汤 随后宫女侍卫 推着田汤上来 侍女一脸慌张的端田汤 这时 明烈也找到了 灰明中毒的地方 桂华宫的庭院 这时看见门口的侍卫 有了 最后 田汤推到了陈辉明前面 侍女紧张到颤抖 锦妃一脸得逞 喝吧 六皇子 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田汤 随后侍女端起田汤 明烈在书上看着这一幕 就是这个了 原著中 辉明就是喝了这碗田汤中毒子 是时候展现我的圣兽之力了 圣兽之力可以隔空加热物品 朝陈辉明端过去的田汤中 碗中的碗突然很烫 侍女被烫得撒开了手里的碗 啪的一下摔碎了 锦妃和太后一紧 五皇子一脸复杂 陈辉明一脸疑惑地看着她 锦妃气得站起伸直着大骂 该死的狗奴才 看你干的好事 侍女下的连忙磕头 请娘娘恕罪 汤突然变得好汤 我这才失手了 锦妃听她狡辩更是生气 胡说八道 这是田汤 怎么会汤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小的不敢骗娘娘 太后无语地朝锦妃说道 今日端阳佳节 区区一碗汤罢了 合并大动干干干 是陈妃失态了 明夜在一旁偷笑 神不知鬼不觉 就毁掉了永福的甜汤 这圣受之力太好用了吧 这时陈辉明也发现 远处的书上有一个人 一脸疑惑 他是谁 明夜见他瞧见自己 做了一个喝汤动作 喝了就会死翘翘的动作 陈辉明一脸疑惑 嗯 他在做什么呀 随后明夜连忙摆头 示意不要吃东西 可陈辉明根本没看懂他的意思 突然脚一滑 扑通地向下掉下去 羞的一下摔倒在地 伴随一句尖叫声 护卫顿时警惕 是谁 谁在那里 走过去一看 空空如影 没有一人 宴会结束后 陈辉明正在回去的路上 此时他想起树上的那个女孩 好像有话要对他说 这时五皇子突然出现 刚才你没喝甜汤吧 所以我好心到了一碗给你喝 手里拿着虫子说道 还加了黑糖丸子 很好吃的 说完 直接就丢了进去 陈辉明生气地喝道 月瑞 你不要太过疯 五皇子直接反驳 你这样的话才过分 我可是特意拿来给你吃 一片好心呢 说完指着他 怒吼旁边不长眼的护卫 还愣着做什么 把他抓过来喝汤 陈辉明见状转身就跑 护卫在后面追赶 五皇子见他逃跑怒吼 快 快抓住他 别让他跑到人多的地方去 转角处 明夜走了过来 一脸疑惑 这里是哪里 这里太大了 我要咋回去 而这边的陈辉明 正在努力地逃跑 这时发现前面有个女孩 来不及刹车 直接撞了上去 坐在地上 明夜一脸震惊 这不是陈辉明吗 而陈辉明盯着他 这不是刚才树上的女孩吗 这边追上来的五皇子 看见明夜 一脸兴奋 哎呀 那不是月生的妹妹吗 干得好 直接朝护卫大喊 快按住他 下一秒 陈辉明就被抓住 动弹不得 陈辉明努力挣扎 放开我 五皇子一脸得逞 急什么 你还没喝甜汤 这么好喝的甜汤 不喝多可惜 直接朝他嘴巴喂去 见他紧紧闭着嘴巴 顿时生气 嘖 这样怎么来 还不快把他的嘴弄开 顾卫直接掐着他的嘴巴 明夜看着这一目 气的咬牙切齿 甜汤里有虫子 五皇子这狗东西 欺人太甚 五皇子笑得一脸奸诈 快喝吧 六弟 这是明夜一把握住他的手腕 看着甜汤 露出很好吃的样子问道 什么甜汤 很好喝吗 可以给我喝一点吗 五皇子直接生气 将他甩开 喂 别打我 走开走开 别烦我 后面三人一脸惊讶地 看着他俩更多甜汤 明夜见状时机刚好 手一推 亮枪地摔倒在地 而甜汤直接洒在了 五皇子身上 上一集说到明夜 借机直接把甜汤推开 没想到直接 洒在了五皇子身上 护卫连忙扶起五皇子 明夜赶紧朝陈辉明小声说道 快跑 陈辉明点点头 掉头就跑 明夜假装害怕指着他说道 不好不好 我看见有只大黑虫 爬到你衣服里面了 五皇子闻言大惊失色 不是吧 快帮我找找虫子 护卫直接没有经过老子说了一句 快把衣服脱了找找 五皇子直接一脚 猪脑子 大路上人这么多 你要八光我 要死啊你 这整的护卫一脸尴尬 对对 我们快回去内殿看看 说完直接就跑走了 明夜看着他们一脸得逞 松开收了的大黑虫 而这是心目和月笙站在他身后 月笙插着腰无语地喊了一下明夜 顿时把明夜吓一跳 尴尬地笑道 你们来了 月笙直接朝他说 别乱跑啊 这可是皇宫 你当是咱家后院了 明夜连忙尴尬说道 不敢了 不敢了 大哥心目一脸宠溺的问道 怎么样 刚才玩得开心吗 小事牛刀 还可以了 那可真不错 走吧 父亲在等我们呢 而这边的陈辉明停下了脚 不行 我不能丢下他自己跑走了 赶回去一看 发现他和别人一起离开了 担心的心也放了下来 一脸疑惑 他为啥要帮我来 过了一回 月笙他们带明夜找到了储培 明夜直接承认错误 对不起 我刚才使用了圣兽之力 虽然我有隐藏使用没人发现 父亲一定会担心吧 储培直接摸着他的头安味道 用不着道歉 我相信你 明夜一惊 哎 父亲不怪罪我吗 我还以为我会被骂吗 储培直接递给他一本书 今日进宫还有一事 所以我去办理入学一事 三日后便是太学开学的日子 明夜一脸兴奋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入太学了 而旁边的月笙一脸颓废 什么 三日后就要去上学了 要命啊 我头开始疼了 父亲 桂华宫中 景妃凶狠地踩着宫女的手 没用的东西 连一碗汤都端不好 要你有何用 宫女的手搁吱 搁吱的响 宫女替刘满面求饶 这是那场事 李安海说道 娘娘 现在就算你踩烂她的手 也无事于补 景妃反问 怎么 你是要饶了她 这剑壁留着也是破碍 万一把毒害六皇子之士 抖出去就坏大事了 还是让老奴来处理她 还请娘娘爱惜身体 不要弄脏了血 宫女文言连忙扯着景妃 娘娘不要杀我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景妃一把甩开她 凝狠地说道 处理得干净一点 别脏了我的地方 随后朝礼长海说道 六皇子必须尽快除掉 别再出差错了 遵命 三日后太学府 夫子正在讲课 而这边的月生撑着下巴一脸痛 一读书 头就开始痛 而这边明夜左看右看 没看见陈辉明 这是明夜喊夫子问答 今日开学 为何不见六皇子陈辉明大人在此 夫子尴尬地笑道 在下不知道 这时明夜突然想起来 原著中陈辉明一直被困在冷宫 无人关心 也没人在意他是不是有学上 这边五皇子闻言笑道 那小子还在冷宫喝西北风呢 怎么可能来太学 说得好听叫皇子 实际就是一个媚娘的废物 五皇子的跟班在一旁银河 明夜生气地瞪着五皇子 这死小子真是欠仇 要不是他和景妃各种使坏 造成陈辉明童年的不幸 长大后性格才变得如此扭曲 五皇子见他瞪着自己就来起 生气大喊 你瞪着我做什么 等等我问你话呢 你去哪里啊 夫子见他走 连忙说道 现在是上课 不能离开 五皇子问后面的跟班 这人也太无礼了 他叫什么来 他叫陈明夜 晋王刚收到的养女 五皇子嚣张地说道 又是一个媚娘的伙 难怪这么没教养 听到有人说自己妹妹 月生站了出来 喂 你骂我妹妹什么 五皇子凶狠道 你想干嘛 陈月生 你皮又痒了是不是 想打架来啊 明夜见陈辉明没有来上课 直接走了出去 询问学间大人 学间微笑地说道 你是明夜小姐吗 心想着 既是晋王在民间收养的养女 明夜询问道 请问 六皇子辉明大人 为何没有来太学 学间尴尬地说道 入学需出去相应文书 与手续 无人为六皇子办理 其实是收了别人的贿赂 才不让陈辉明来太学 警妃早已派人来打点货 不准六皇子来太学 明夜不依不饶地表示 还请学间大人发函 请内宫派人为闺名办 入学室以外 他也是皇子 没来上学也无人顾问 这可是你们太学的 失茶失责呀 学间没想到明夜小小年轻 口气还挺大的 而且这种事情 也轮不到你来操心嘛 你不过是晋王养女 说到底也就是一村野民 能入太学 已经三生有幸 你吗 还相对本学间指手画脚 哼 真正的皇亲国妻的对付不了 你这个民间养女 难道对付不了 明夜没想到 学间当着她的面这么嚣张 毕正言辞解说 我是储佩大人的女人 不是村姑 学间却丝毫不在意 哼 可笑可笑嘛 你还真当自己是皇亲国妻了 下一秒一人挡在了明明面前 储佩大人生气呵斥 林学间 林学间立马被吓一跳 连忙起身拱手拜见几王 储佩也是被惹记了 自己的女人都不舍得骂 竟然被一个外人说成这样 眉头皱起说道 你有几个麻烦 敢这样跟我女人说话 林学间下的直接冒冷汗说话 都接了起来 明夜只是在一旁兴奋起来 父亲大人 你怎么来了 储佩立马笑脸相迎 摸着明夜的脑袋表示 你第一天上去 我不放心 就来看看 没想到 看到一个不知死活的人 林学间直接下的僵 嘴巴都和不如 既然本王收养了明夜 无论他之前出身如何都是王王 他是不是皇亲国妻 根本闻不到你来说三道死 藐视皇族 你可知道当该何罪目 明夜直接举起手说道 当斩 下一秒一把刀 直接出现在林学间的面前 痛哭流泪求饶 竟王饶命啊 小的不敢啊 今后绝不会藐视明夜小姐了 储佩直接收起道 若再有下次 小心你的头 是是是 小的知道了 明夜指着林学间说道 父亲妈 不肯主动为六皇子 办理入学事宜呢 就算六皇子身居冷宫 可毕竟也是皇子 学间明知道六皇子没来上学 也无动于衷 这也算藐视皇族吧 储佩看向林学间 林学间 说呢 林学间怕头不保 直接拿起书 半月表示 误会了 误会大了 我正准备亲自去找六皇子 来办理入学事宜 明夜直接朝他审守要说道 那就不用麻烦学间了 我去冷宫带六皇子过 林学间尴尬 饶了饶脸宝室 这不合适吧 储佩一点微笑 说我家明夜说个事 就合适 你有意见 没有 小的哪里敢 那就有劳明夜小姐进宫子一趟 说完直接将需要用到的东西 递给明夜 明夜结果表示小时一桩 不请 我去冷宫带六皇子 储佩直接将他自己的令牌 路上小心 直接拿起令牌朝储佩大人挥手 明夜和储佩大人告别之后 独自一人来冷宫 却发现这里好大 不知道陈辉明住在哪里 这是发现前面有人 仔细一看竟然是李安明 李安明是大太监李安海的儿子 是李安海的英神一大手 就是他在冷宫不断霸凌辉明 没想到那个烟祸也来了冷宫 肯定是奔着辉明去 另外一边的陈辉明 独自一人坐在外面 听着外面的吵闹声 想起近日是太雪太雪 可这跟自己又没有关系 那位小姐姐是谁呢 好像在讲讲她呀 可惜这里是冷宫 谁也不会来吧 随即叹了一口气 涂了那些讨厌的讲 这是肚子咕噜噜地叫了起来 陈辉明感觉肚子好热 下一秒轮啪嗒 一下被打开 李安明是错识说道 六皇子你在这里 我正要找你 陈辉明一脸不熟的本事 给您示范 指了指旁边的饭 今日扶门受庆 太后背了无量素桃包 给朱月皇子 特命老奴带来 给您吃 眼神示意旁边的宫 直接端起兽套 朝陈辉明递过去 全辉明眼神立马变得淋漓 我虽然很饿 倒入了 你们同没让我吃饱过 居然还会好心腹好吃的 你这只老乌龟 肯定是没别好屁 还不吃呢 李安明邪魅一笑 呵 六皇子 这恐怕由不得你了 这可是太后赏赐的东西 连皇上都得好好收着 更何况 这个皇子呢 我就不吃 你能拿我怎么样 李安明弄了弄手腕朵事 那就只能是老奴亲手为六皇子吃 有头是意 后面侍卫 侍卫直接将陈辉明架起 拿起兽套 这兽套包 您爱不爱吃 想不想吃 都与老奴无关 这可是太后的命令 老奴只是奉命行事 所以六皇子 今日您是非吃不敢 陈辉明努力挣扎 别过来 才不吃 直接一脚将他手里的兽套包踢掉 紧接上一击 陈辉明直接一脚 踢掉了他手中的兽包 兽套包直接划过他的脸庞 掉落在地 侍卫在一旁担心地说道李大人 您没事吧 陈辉明黑黑一笑 嘿嘿 我该 你这只妖怪 老挥公 李安明擦了擦脸颊 直接一巴掌 扇了过去 陈辉明 狠狠地摔着地 起身直接朝李安明努力 狗无踩 你打我 我这巴掌是替太后来 叫一把 敢敢问方太后所思之之物 这可是大不敬之罪 老奴既然看到 那这不能做事不满 这不是我对太后的一切忠心 直接抬手 孙子侍卫让陈辉明怒 陈辉明怒 放他 狗无踩乱 李公公直接捡起地上的瘦桃包 六皇子 今天这瘦桃包 吃也得吃 不吃也得吃 陈辉明咬牙切齿说道 你敢 我可是六皇子 怎么 你还当自己是皇亲国妻 到了冷宫 这就是走过街来水 到了这 就是老奴的底盘了 就算你今日死在这 也无人问津 给老子吃 突然他手里的包子 开始膨胀起来 砰的一下直接炸裂 跑李公公的脸上飞去 李公公握着脸 在地上打滚 一旁的侍卫 在一旁焦急着询问李大人 你怎么了 一旁的陈辉明 一脸疑惑包子 难道又是 回头看去 就发现树上的小姐姐 跑他示意不要说出去 公宇在一旁 直接吓得压麻的惊呆了 饭盒都拿不稳了 哎呀呀呀 安明大人的脸都烂了 侍卫直接吩咐了 快别叫了 你快去找太医来 然后颤颤巍巍地扶着李安明 李安明满脸红红 气得咬牙切齿 我的脸 我的脸好疼啊 明夜在一旁 看见他们走了之后 连忙跑去陈辉明那里 你没事吧 回名大人 树上的小姐姐 我又见到你了 明夜插着腰抚摸 陈辉明说道 别叫我树上的小姐姐了 我叫陈明夜 是近王陈楚飞的女儿 陆庆大人是当今皇帝 那就是辉明的堂主了 陈辉明害羞地饶味老头 是的 明夜就见了 赶走李安明后 明夜和辉明坐在阶梯上聊天 辉明激动地询问道 明夜姐姐 刚才是你炸掉的包子吗 随即明夜释放出一堂火 在手掌心夸张辉明 你好聪明啊 我使用了圣兽之力 辉明看着满眼冒星光 那之前的甜汤 也是姐姐弄掉的吧 明夜眨着眼睛自豪地表示 我知道那甜汤里面有毒 所以动力一点手脚了 让宫女摔了汤 姐姐好厉害啊 明夜做了一个虚虚的手势 可你一定要保密哦 要是被人发现 我使用了圣兽之力 我会被抓走了 辉明坚定地表示 自己不会说出去 忽然明夜就听见 旁边传来咕噜噜的声音 辉明尴尬地绕头说道 是我肚子叫了 经常会这样 明夜突然想到什么 赶紧从怀里拿东西 将自己带来的包子递给辉明 想到在原著中 辉明在冷宫中 缺一少食过的残兮兮的 所以自己就带了点 好吃的给他 陈辉明流着口水 看着手里的包子说道 哇 好大的包子 好香啊 而我还是热乎乎的 明夜宠溺地摸了摸 陈辉明的脑袋 好了 快吃 下一秒 陈辉明大口地咬了上去 明夜开心地看着他吃包子 看着这么可爱的小灰明 居然会变成 试杀成性的暴君 真是你难以想象啊 暗暗发是绝对不能 让这个小可爱变成暴君 这不但是为了父亲 也是为了灰明大人 陈辉明被明夜盯着 满脸还修寻问道 明夜姐姐 怎么了 是不是我吃了太多了 明夜笑着摇头 表示一点都不多 你要全部吃掉 这样我们才有力气 与那些大坏蛋战斗 陈辉明听完 放下手里的包子 明夜一脸疑惑地 问道怎么了 可是我一点都不厉害 要是我像姐姐那样厉害 那些讨厌的太监 一定不敢来欺负我了 明夜站起来 指着陈辉明询问道 那你想变得 和我一样厉害吗 陈辉明坚定地表示 我想 明夜拍了拍胸脯表示 那就拜我为师 姐姐会陪在你身边教你的 真的吗 我要跟着姐姐学习 忽然就传来生意 姐姐在上 明夜连忙扶起他 辉明大人是尊贵的皇子 不必向我下跪 我们拉钩就好了 紧接上一集 陈辉明朝明夜跪下拜师 明夜吓一跳 明夜连忙将陈辉明扶起 两人拉着钩 我陈辉明拜明夜为师 好我收下你了 随即两人相视而笑 过了一会后 陈辉明俯摸着肚子胆砍 饱了 好久没吃饱过了 明夜朝他伸手说道 好了 我们要去上学了 不行 他们不让我上学 我只能待在冷宫 明夜直接拿出了入学手册和令牌 激动地说道 现在你可以上学了 因为我帮你弄好了入学事宜了 陈辉明激动地拍了拍手 不愧是师父 好厉害啊 小事一桩 随即直接拉起陈辉明的手 我们走吧 应该还赶得及最后一堂课 好的姐姐 在学堂中 夫子正在讲课 而此时的月生一脸不熟 明夜去玩竟然不喊自己 自己也好想出去玩 怎么还不下课呀 突然就传来声音 月生满怀期待地看向门口 明夜举手说道 夫子 我回来了 我还带了一名新同学来 夫子一脸疑惑 新同学 是六皇子 辉明大人 陈辉明尴尬地站了出来 五皇子顿时不爽了 喂 辉明 谁允许你来这里的 你这只冷宫的小蟑螂 有什么资格来这里上学 他的小跟班复刻说道 别忘了你的母妃 畏罪自尽 你可是戴罪之身 害学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就是就是 快出去 回去啊 明夜没想到 这小狗腿子 够缺德的 哪壶不提开哪壶 伤口撒盐的狗仔 援助之中 辉明的母妃 被警妃陷害打入冷宫 被逼迫自尽 看着陈辉明颤抖的身体 连忙糊在他面前 辉明身为六皇子 为什么没资格来上学 而且学间大人 已经签字盖章了 夫子看着上面的笔记 摸着胡须说道 的确是林大人 清理的批复 辉明大人 可以来太学上学了 明夜自信的 朝思皇子看去 夫子与学间都同意 这下你没话说了吗 五皇子皱着眉头 看向明夜 安安说道 真是不知死活的丫头 月笙走过来说道 对啊 对啊 人家能不能上学 关你什么事 急什么急 五皇子直接被气得 火冒三丈 那也不管你的事 月笙吐着舌头说 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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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夜拱手鞠躬总是 请问夫子 辉明大人要坐哪里 夫子指了指后面 就坐你隔壁那桌 夫子说完 林夜就拉起陈辉明的手 来 辉明大人 直接从五皇子身边走过 五皇子邪魅一笑 直接伸脚扮明夜 林夜光荡一声 摔了下去 三人在一堂嘲笑 你走路怎么不长眼 还摔了狗吃屎一般 也太搞笑了吧 林夜 握紧拳头 咬牙切齿地看向他 心里巴不得想揍扁他 两人联邦府请林夜关心道 你没事吧 月笙吵五皇子大声说道 陈月瑞 别欺负我妹 要想干件找我男 无论什么时候都奉陪道理 陈月瑞毫不在意地 逃了逃耳朵 你瞎喷什么呢 谁欺负你妹了 谁看见我欺负她妹了 没有 我没看见 我什么都没看见 月笙 你怎么和五皇子说话呢 注意你的身份 夫子无奈地摇头 哎 五皇子与静王二世子 又在闹了 真是麻烦 林夜真想揍死这个臭小子 拱手生气地朝夫子说 夫子 当才陈月瑞故意用脚扮我 他扰乱课堂欺负同学 清楚罚他 夫子窘迫的不知道说啥 心里暗自阻草 饶了我爸 我就小小地害学学官 可招惹不起你们的这些皇亲国妻 哪边都不想得罪 五皇子嚣张地说道 你还恶人先告状 明明是不踩我脚上了 我还没找你算长 两人在一旁复 没错 我看见明夜踩到五皇子了 五皇子朝众人询问道 众人也不敢得罪他 也不敢说话 鸦雀无声 五皇子见众人没说话 极其满意 怎么样 大家都没说话 是你踩我脚吧 夫子也不想事情搞大 连忙站住 既然大家都没看见 我也不好自作主张 我看就这样算了 到为止上吧 忽然有人举手 说我知道 陈徽明直接将手举起 指着五皇子一正言辞地说 已故意伸脚犯人 向明夜道歉 五皇子直接揪起 陈徽明的衣袖 不满地朝陈徽明吼道 臭蟑螂 几天不见胆子变肥了呀 你再说一次 陈徽明不卑不亢出声 跟姐姐道歉 明夜直接愣了 没想到陈徽明 为了自己顶撞五皇子 略生也没想到 这家伙小小的 还挺好后的嘛 五皇子直接恼怒 抄他追去 你找死了呀 陈徽明直接怒吼 道歉 死章了 你算哪根葱 你还敢命令我 岳生也看不下去了 朝陈岳瑞大声说道 住手 陈岳瑞 两个小跟班 直接将岳生架住表示 也跟你无关 岳生也想来捣乱 明夜见情况不对劲 也忙朝夫子说道 夫子 不好 没想到夫子躲着一旁 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明夜直接无语了 看着这个夫子 怕是指望不上了 看来只能靠近了 假装指着外面 惊讶地说 皇上驾到 众人连忙 向外看去 皇上来了嘛 陈岳瑞吓得连忙 推开陈徽明 却发现门口 没有任何动静 众人一脸疑惑 哪里有人呢 明夜看向上面的灯笼 直接使用圣兽之力 一团火直接朝绳子飞去 啪大一下绳子断了 直接朝陈岳瑞 脑袋掉下去 而此时的五皇子 完全不知道危险 还指着明夜怒吼 好啊 陈明夜 你敢骗我 下一秒 扑通一下灯笼 直接将五皇子套住 一猛逼 搞什么呀 灯笼 怎么掉我身上了 愣着做什么 快帮我拿掉 两人直接在旁边看呆了 连忙反应过来跑过去 明夜朝越生眨眼睛适宜 随后两人伸脚 将两人绊倒 五皇子见两人没用的样子 顿时升起 笨蛋了 你们在做什么呀 忽然陈徽明来到了 陈岳瑞的身后 双手直接用力推他 陈岳瑞顿时感觉不妙 怎么回事 还来不及反应 直接就摔在地上 朝外面滚了出去 两人连忙起身 朝陈岳瑞追去 画面一转 放学时分 三人有说有笑的下课 下课之后 三走一起 往回家的路上走 路上月生笑道 陈岳瑞那小子 估计三天都找不着北 看什么东西 都是花的 转头拍了拍 陈徽明的肩膀 小徽明 你刚才还挺厉害的吗 陈徽明害羞的 挠挠头表示 还是姐姐厉害 用火红之力 打落了灯笼 下一秒 两人朝他示意小点声 这东西不能说呀 小心被人听见了 月生附和说道 对啊对啊 明夜会被抓走关小黑屋 陈徽明下的连忙捂住了嘴巴 不说了不说了 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而这边等月生 和楚沛明夜他们放学 看见了他们朝这边走的 明夜开心地 朝楚沛大人跑去 楚沛大人开心地 把明夜抱在怀里询问道 第一日上学如何 一切还好吧 明夜尴尬的人都不知道说啥 这时月生出来解围 当然一切都很好了 有我月生照着 明夜好得不得了呢 明夜在一旁听得扑痴 笑了出来 楚沛大人宠意地捏着月生的脸 你小子口气还真大 大哥心目满脸欣慰 突然旁边传来声音 拜见皇叔 皇叔安好 楚沛说道 恭喜六皇子 终于可以来太学府学习了 明夜在一旁看着两人 真的无法想象 未来父亲会死在这个软蒙小可爱手中呢 楚沛拉起明夜的小手 今日天色不早了 随我回府吧 下一秒 陈灰明抓住明夜的衣袖寒姐姐 明夜疑惑地转头问道 怎么了 灰明大人 陈灰明害羞地低头表示 今天留下来陪我吧 不要回去了 俩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陈灰明继续说道 不要走 明夜姐姐 那些太监一定会回来的 两人疑惑地看向陈灰明 这时明夜想起来 自己改变了原著中夏端阳节 甜汤毒剧情 所以才有后来 用寿桃包给灰明下毒 虽然被我打跑了 但没完成任务 肯定会杀回来的 如果我不想出姐姐的办法 灰明大人 还是会被几飞死磨害的 转头朝楚沛大人询问 父亲 我可以留下陪伴灰明大人吗 楚沛大人满脸错愕 留宿冷宫 这并不妥当 明夜看着可怜兮兮成灰明 明月姐姐 不要走了 转头朝楚沛大人询问得到 就这一次好不好 楚沛大人摇了摇头保持不行 你一个人住在后宫 我不放心 明夜低着头说 可是 心目朝楚沛说 父亲 我也一起留下陪明夜吧 我会看好他们的 月生也弹出头说 还有我还有我 有我在 肯定没问题的 明夜见状拉着楚沛的手 这样我可以留下了吗 可以吗 可以吗 陈灰明扯了扯他的衣袖祈求 楚沛架不住他们无奈妥协 摸了摸明夜的头 那我去打点 安排一下 两人顿时一醒 太好了 明夜将灰明在白天遭理安明下毒于警飞 谋害之事 向心目术说了一遍 表示自己即使暗自保护灰明 可自己也不能一直待在冷宫 陈灰明感慨 要是能一直和姐姐在一起 该多好 心目摸着下巴表示这样 的确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能给灰明找一个靠山 就后部无忧了 两人询问道 什么靠山 在这后宫最厉害的肯定是太后 要是他能为灰明撑腰 警飞就不敢乱来了 明夜闻言一喜 对啊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人物忘记了 激动地握住陈灰明的手说道 决定了 灰明 就让太后来当你的师父 陈灰明毫不犹豫地应下 身后的心目听完直接惊了 等等 等等你们凭什么 让太后当靠山了 太后信佛 是个外冷内热 有善心之人 而且太后幼年丧母 孤苦伶仃 灰明与太后境遇一样 灰明只要好好表现 一定能打动太后的 心目疑惑地问道 你才第一天进宫啊 你也不认识太后吧 你怎么知道这些 明夜尴尬地打满虎 啊 这个反正就是知道啊 我可是有胜受之力呢 惊想 因为我看过原著啊 原著漫画里面说的 陈灰明在一旁鼓掌 师父好厉害啊 心目一脸惊喜 真的吗 我可不知道圣受之力 还能通人心呢 明夜尴尬一笑 过了一会 月声举着个大西瓜说道 大西瓜来了 三人直接震惊了 这是哪里弄来的西瓜 我从太学那捡来的 怎么样 厉害吧 众人满脸兴奋 有西瓜吃了 心目无奈不恶 臭小子 这分明是太学食善房里的西瓜 明日我去赔西瓜钱吧 随后 四人吃着西瓜 月声直接将西瓜子往外一吐 发现外面有灯光 直接朝那里大声说道 那里有人来 众人正在享受吃着西瓜 月声吐着西瓜子就发现 旁边有灯光 立马指着那里说道 有人来了 明夜顿时反应过来 是李安明那个死太监回来了 陈灰明在一旁激动道 不怕 我们这么多人 还有师父 肯定能打死他 月声直接握紧拳头 如果他敢欺负你 我一定打得他爹妈不认 抱成猪头 一旁的星木直接无语了 就算你们打得过 然后呢 你们是想都被抓起来吗 六皇子 你想这辈子都翻不了身吗 两人顿时没明白 是什么意思 星木一笑表示 有个更好的方法修理他 两人问道 什么办法 而这边李安明直接闯了进来 这该死的蟑螂 毁了我绝世容颜 今夜定要慢慢折磨你 不死不休 用力指着里面说给我送 众人连忙跑了进去 一个侍卫 突然感觉旁边的草丛不对劲 朝李安明小声说道 安明大人 那边好像有个东西 随后李安明悄悄地把草丛扒开 就发现草丛中 冒出一团团蓝色火焰 中间还有一个人影 随着人影慢慢走近 两人直接吓一跳 直接泪奔 疯狂往外逃跑 李安明直接吓得 蹦的一下坐了下去 干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两人快跑到门口时 下一秒两块地瓜片 朝他们丢了过去 直接踩了上去 直接向下摔了下去 晃得一声像柱子上撞去 而这边陈慧明看着满手鲜血 嘴里说着有 有鬼 有鬼来了 救 救救救我 李安明吓得直接后退 别过来 别过来 你别过来啊 疯狂往后退 碰得撞向后面的大树 全身瑟瑟发抖鲜血 直接滴落在他的身上 突然感觉旁边有声音 伸手去摸了摸 发现手上的鲜血 立马哆嗦了起来 搜得一下一个脑袋伸了出来 李安明被吓得五官扭曲 不敢出声 随着脑袋越靠越近 鲜血随之流下 李安明吓得张大了嘴巴尖叫起来 亮亮呛呛地跑走 别杀我 别杀我 是好人 我是良明 一下子全部的逃之夭夭 还不忘记把门带上 四人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哈哈大笑 随后四人探讨起来 心怒说道 太后平日居简出 除非杰庆之的极难见到 但每月初五都会去万寿宫礼佛 月生拿出手指算了算 哎 明天就是初五了 心怒回答道 对 一路放学后 太后会路过太学去往万寿宫 若错过就得等到下月 但是景妃的报复可等不了那么久 明夜一脸肩定道 那我们带着辉明去请求太后保护 紧接上一集 明夜要找太后做陈辉明的靠山 心目却表示 就这样去估计很难打动太后 要让辉明看上去惨不忍睹 惨无人道 惨无人寰 月生瞬间瞄懂 阴森森地表示 把辉明打成惨不忍睹的猪头 半死不活地丢在太后面前 肯定能打动她 明夜立马站出来制止不可以 心目直接在月生脑袋敲了一锤 你的二傻子 我先把你揍成猪头信不信 我的意思是演一出苦肉计 先设法让陈辉明激怒景妃 当景妃欺辱惠明的时候 正好让太后撞见 此时可怜兮兮的陈辉明诉苦求情 定能打动太后 明夜直接拍手叫好 这个主意好还是大哥靠谱 就是要委屈辉明殿下 被景妃打了 陈辉明却觉得没关系 自己可以的 随后心目为大家安排了明日的计划 在桂华宫中 李安明直接挨了一嘴巴子 景妃怒气冲冲指着李安明骂道 你还有脸回来 连一个孩子都搞不定 废物都不如的狗模才留着 你有何用 拿根白绫子才去 李安明吓得直接跪下磕头求饶 娘娘饶命啊 那个地方有利鬼 我差点就被生吞活泼了 景妃当然不信她的鬼话 直接一脚伺候 麻溜的自挂东南之躯 不要逼本宫共手 地旁的太无助的叹气 李安明抱住她的大腿 义父救我 你要相信我那里真的有鬼 鬼火乱飞 血都见我一脸 她擦了擦李安明绷带上的血 无语地问道 你这总包连朱砂红沫 也鲜血都分不清了吗 李安明深信不疑地伸手摸了摸 放在鼻子处闻了闻 发现的确是朱砂红沫 她转头朝景妃求饶 娘娘息怒 都怪犬子无能 没人毒杀六皇子 这瓶空生出鬼火 极有可能是圣兽之地在作祟 宫中向来平安却突然闹鬼 该不是六皇子在暗中使用圣兽之力导论 锦妃却不信 陈辉明那那种废物 本宫眼睁睁看着她长大 今日怎么可能有圣兽之力 娘娘 老奴的意思是 六皇子有无圣兽之力并不重要 只要假借冷宫闹鬼 强行带去圣术司开法 安排信得过的术法师操作一番 六皇子必死无疑 紧接上一集 锦妃为了除掉陈辉明 借圣兽之力之名把她弄进圣术司 只要进去想死都难 只是皇上那边不好交差 命人现在就去抓陈辉明 而这边的三人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 一旁的心目坐在一旁 双手撑着下巴 闭着眼睛睡觉 一会就传来脚步声音 包围内地 一个活物都不许放出去 心目顿时一醒 察觉不妙 听个急促的脚步声 看来是来了很多人 连忙喊睡熟明夜他们 明夜满脸震惊地看向门外 此时的月生睡得死气沉沉 怎么都喊不起她 不耐烦地转头继续睡 哥 别吵 天还没亮吗 我不去上学呀 已经带着众人直接闯了进去 喊了一声六殿下 往前看去直接震惊了 没想到晋王的二位柿子也走 看着眼前的没见过的女娃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晋王收养的样子 心目一把挡着明夜面前 李大人 深夜为何带着这么多人轻扰冷宫 李大人抬手示意旁边的人道 听闻冷宫闹 老奴怀疑是暗中有人使用了神兽之力 所以刻意命令圣术司的赵术师前来探查一半 明夜顿时一紧 头冒冷汗 被发现了吗 明夜紧张的不敢直视瑟瑟发 李大人阴森森的盯着明夜 突然李安明指着他们大声道 闹鬼这事就是你们几个搞出来的吧 害我差点丢了一命 我跟你们没完 李大人生气的怒瞪李安明 下去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有没圣术之力 还得让圣术师探查一门 赵术师直接上前一步 六皇 还有几位侍子 你们谁先来 李大人指了指明夜 一脸阴沉极地的语音道 尊卑有趣 就从小郡主开始了 明夜直接被吓唤 两人顿时惊慌看向明夜 陈辉明看向瑟瑟发抖的明夜 一脸担忧 而这边的圣术师直接开始起来 陈辉明挡在了自己明夜面前表示 不用查了 是我使用了圣术之力 三人顿时一惊 赵术师也顿时一愣 看向李大人询问 李大人却丝毫不震惊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漫不经心地道 去查探机器 赵术师将手放在陈辉明脑上探查 没一会就发现 哎呀呀 果然是圣术之力 六皇子殿下拥有的是补缝之力 明夜满脸震惊 这不可能 星目看见他们这一举动 这是摆明了要摘赃陷害灰明 真是可恶啊 一旁的李大人假惺惺恭喜道 恭喜六皇子殿下 圣上有命所有圣术之力 都得为国效力 即使贵为皇子也义不容辞 那就请随我们去圣术厮 莫要声势 免得受不必要的苦 陈灰明转头朝明夜说 姐姐我走了 明夜看着别人带走他不知所措 心灵呐喊 灰明大人 伸手就要使用圣术之力 星目连忙制止他 路瞪着明夜 明夜自知是自己的不对低头 耳边传来星目的声音 你想在这里使用圣术之力吗 圣术是在场 你觉得你能隐藏得住吗 你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吗 明夜瞬间泪流满面 嘴里倒着歉 对不起 大哥 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灰明大人被抓走了 他要是被术法开发肯定会死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圣术之力 不行 我要去躺 放回灰明大人吧 星目抬手就是打明夜 可终究还是没下得去手 看着他可人稀稀般的模样 关心着摸了摸他的脑袋 无奈地叹一口气 你要是被抓了 父亲怎么办 你有想过吗 而且就算坦白也换不回灰明 因为他们就是要置灰明于此死地里 只会一起陪伴 闻言明夜激动地拉住大哥的衣袖 那该怎么办 大哥 大哥也无助地摇头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 一旁的月声 环造地抓着脑袋 啊 这下真完蛋 一向猴军猴军的大哥都没办法 心目安抚一下 他们只能明夜一早去找父亲的 在桂华宫中号 李大人朝景妃汇报 娘娘 六皇子已被关圣术师 经查却无圣术之力 明日便安排属法 开发他必死无疑 景妃打着哈欠表示自己知道让他出去 李大人表示自己一脸担忧 景妃不解 有什么担忧的 去冷宫抓六皇子时 晋王的三个孩子也在 如果六皇子没有圣术之力 那晋王三子之中 必有一人拥有圣术之力 晋王二位世子 早些年已探查过 并无圣术之力 唯一可能就是晋王最近收养的名字 一听景妃顿时来兴趣 听闻晋王收养印 他是谁 他叫明夜 无论他是否有圣术之力 得提琴下手 防范于未来 陈明夜 圣术之力 怎么又是晋王的女儿 娘娘 我明日就派人去晋王府要人吧 娘娘 速速拿下陈明夜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景妃摇了摇头表示亡亡不幸 拿下陈明夜必定惊动的晋王 目前唯一要主事 不掉六皇子 不要节外生枝 李大人还想说什么 景妃立马打断他 晋王已失去印 再失去你 必定触目他 小心 他会坏了我们的大事 晋得明白 景妃摆了摆手说道 天一亮就动手 你给我在胜处室盯着 不要出任何差错 画面一转 天已经亮了 已经到了开工门的时间 刚要走出去 竹妃大人一点惊讶 没想到他们心中 心路两人没想到父亲 刚好要去找他 竹妃听到两个儿子的话 也极其开心 我还是不放心 宫门一开 便来接你 明夜赶紧拉住 楚佩大人的手 父亲大人 大事不好 求你救救灰明大人 楚佩连忙蹲下询问 什么事 明夜慌张地抓住 楚佩大人的手 父亲大人 大事不好 求那警救救灰明大人吧 楚佩大人蹲下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被抓去圣树丝了 要对他进行数法开发 心目也站出来说道 内功太监总管李安海 抓走了六皇子 他诬赖六皇子有圣兽之力 想必六皇子凶多吉少 一旁的明夜 嘴里一直念叨 快救救灰明大人吧 楚佩摸了摸明夜的头 无奈的道 我也很想帮六皇子 可我不想在 牵扯入圣兽之子的分针中 更不想让我的孩子 陷入危险之中 明夜听完激动起来 可灰明是为了保护 我才被抓走的 要是没有灰明 被抓走的 可能就是我 楚佩还是无奈的摇头 我很抱歉 也不想冒险 随我回家吧 明夜普通直接跪下 求求你的父亲 救救灰明吧 这不仅是为了灰明 更是为了我们一家 楚佩直接震警了 看着明夜不知道说什么 月生抱着楚佩的头 父亲 父亲 六皇子那小子 真的很勇敢 要不是他 三妹的圣兽之力 就被发现了 六皇子对我们有恩 我也求您救救六皇子父亲 看着三人 没想到自己的孩子长大了 随即坚定的说道 你们的父亲不是有恩不报 见死不救之人 我去救六皇子 明夜开心的跳了起来 父亲 太好了 太好了 楚佩直接拉起明夜手说 明夜 随我先去一个地方 明夜一脸疑惑去哪 月生看着他们的背影问 大哥 他们怎么就走了 现在我们做什么 去太学 一边上学 一边等父亲的消息 画面来到圣树寺 陈辉明一个人 坐在床上等待着 相信师父明夜 一定会救自己 这次传来脚步声音 陈辉明没想到来的 你太快了 陈辉明被抓走之后 坐在床上等待着 心里一直相信 明夜师父会来救自己 这时传来脚步声音 辉明没想到 会来得这么快 赵大人看着陈辉明皇子 笑脸相迎道 六皇子 原来你醒了 这个时辰已到 还轻易随我去竖法室 辉明转头不看向他说道 我才不去 还没吃饭 肚子饿 拿好吃的来 我吃饱了再去 心里则是在想 师父还没来 我绝对不门跟他们去 赵大人听完直接大笑起来 呵呵呵 你以为是皇子 就可以跟我摆架子 笑死个人 在这儿你算老挤 陈辉明却丝毫不示弱 哼不给我好吃的 打死我也不去 赵大人顿时眼睛凌厉起来 一只手用力掐着陈辉明的脖子 用力地按压 在床板上幕后道 小毛孩 给脸不要脸了 老子还收拾不了你 陈辉明咬牙切齿地反抗着 赵大人越看越起 我看直接弄死你小子得了 省得麻烦 还得装模作样 做什么竖法开发 我想再就送你上路 六皇子 陈辉明直接一口咬在了他的手上 赵大人痛得直接松开了手 嘴里还不忘记骂倒 生气地将陈辉明一把甩开 握紧拳头 就要朝陈辉明捶去 小兔崽子 看我不打死你在 陈辉明也不甘示弱地 只用用头撞了上去 刚好郑重下怀 赵大人痛得嗷嗷直叫 感觉碎裂一般 蹲在地上一动不动 外面的侍卫听到声音 也进来询问道 赵大人 什么声音 趁着侍卫关心赵大人怎么样了 陈辉明则是悄悄地溜走 赵大人忍着疼痛 直接后面的陈辉明艰难地说道 吼吼吼 侍卫一脸一问 后面什么 赵大人直接绝望地吼了出来 吼 后面啊 等侍卫反应过来 十人都跑了 快抓住他 赵大人极其艰难说道 两侍卫随之跑去寻找起来 此时的陈长庚正在悠闲地喝着茶 加上田野间的清香的空气 正在感慨寂静无人 品茶赏花 唯有惬意时 突然就传来声音 陈长庚听到顿时喝到嘴里的茶 直接吐了出来 而这边的楚沛带着明夜骑马奔来 明夜开心地朝陈长庚招手 嘴里喊着师父 看着被马儿糟蹋的花园 陈长庚想死的心都有了 楚沛抱着明夜慌张地说道 长庚 十万火急 长庚才不管那么多 直接对着楚沛直接怒吼 你个贱人 会不会敲门啊 而且正门也不在这边啊 我的花田都被你毁了 楚沛直接双手紧扣道歉 万分道歉 这些花我会赔给你的 事态紧急 给你相助才行 明夜也在一旁着急地说道 师父 邦邦惠明大人吧 长庚直接惊恐起来 你们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六皇子被污蔑有圣寿之力 被圣树司的人抓走了 陈长庚却丝毫不在意 这又不关他的事情 楚沛立马抓住他的肩膀说道 你身为圣树师 大名无人不知 随我去圣树司 重新为六皇子鉴定 陈长庚直接一把甩开他的手 当年我得罪了大司令 令死也要逃离圣树司 我哪里还敢回去 而且那个地方 是我不想回去的地方 那里有太多糟糕的回忆 明夜慌张地抓住陈长庚的手 惠明大人马上要被抓走开发了 来不及了 陈长庚立马沉下了脸 我只是一个会点圣树的归影之人 帮不上什么 人各有命 爱莫能助 另请高明吧 明夜和可怜巴巴留着眼睛哀求 师父 师父 求求你了 楚沛摸了摸明夜的脑袋安慰 不用着急 我会说服他的 很快的 明夜不可置信地看向父亲 楚沛直接走到他的身后 挥手直接将他敲晕 明夜没想到很快的速度 竟然这么直接 直接将明夜拉上马车 明夜担心地问道 可是三个人马会很辛苦吧 跑得动吗